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讲座 那我们这次来探讨Linux底下的中段处理 以及包含说我们现在遇到很多种现代的架构的考量点 那这边讲的现代架构是包含说即时处理的啊,多核 还有像是虚拟化建设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这个是在Linux这几年非常大的一个变更 那这个中段处理呢,其实对上大家都,这个名词都很熟悉了 然后我上次稍微查语一下这个中学生的计算机概念课本 蛮有趣的,其实它里面也有写到中段处理 但是这个议题呢,虽然是很多人很早就听到 但是它背后的这个,你需要从硬体特性 然后知道你的周边的形态 就是,包含说像我讲周边的是,包含说网路,网路卡 然后网路控制器,然后像这个Storage柱子之类 还包含说这个中段控制器 那中段控制器的话就是,点下来说就比方说 它是支援这个Nasty,所谓的潮状的中段 然后包含说还有什么呢,像是这个排程 这个排程的话也有可能是在,可能是在柯农内部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涉及到它的层级 可能不是只有柯农,可能包含说上面还有一对应的这个Process 那过程中呢,还有一些必要的这个延迟 还有这个及时,及时初级的考量 这是,这个是出现一阵子 然后当然就像刚刚提到的,就说 事实上这几年又变得更复杂 其实随着现在处理器架构的变更 那中段处理必须呢,做着因应的调整 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 那在这个,这次议程的 的那个简介的时候呢 你可能看到这张图 那这张图的话呢,我们对应到Links Kernel的程式码 大概就是我们做一些注解 那你可以看到说大概是这个样貌 首先你可以在左上角看到就是说它是硬体 这个硬体有多种,比方说这个键盘 这种外部的这个事件 好,然后这很有趣的地方是说 这个外部事件在发生之前 那电脑在哪? 电脑主要是在哪边在运作呢? 事实上是主要是我们所谓中心处理器 中处理器,这个CPU 那这个CPU呢,有意思的地方是 如果它接到到中断 比方说在画面就看到,这边有个中断控制器 那中断控制器呢 发出这个中断之后呢 其实处理器呢,会改变它的处理状态 要说你会知道它的切换到一个特别模式 就是专门来处理什么?处理中断 然后呢,如果在你的作为系统 像Linus 注册的这个中断处理这个 中断处理的那些尝试 就我们讲的routine interface service routine 那这个中断处理的这些尝试 还有必要的词词嘛 如果已经充分的注册的话 像画面中大家有看到 Linus可能有一个东西叫entry.s 这个东西就是在各个平台去定义的这个 对你的中断处理的试作 那可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很多人认知可能就 这一步就停下来,对不对? 就是说处理器改变状态 然后去处理中断 直到中断处理完再反规 这是很多人认知 其实呢,以Linus kernel来讲呢 它的路径比大家想象中的长很多 事实上是这样,就是entry.s 它不是真正的这个中断处理尝试的全部 它其实它只是一个开头 就像它名字写的entry.s 那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实作来讲的话呢 会先做一个东西叫做 Do IRQ 就是顾名师就是 我决定了这个IRQ的路径 要怎么去派送 然后,那好玩的要什么呢? 我们真正在处理的话呢 会有个东西叫做 Handle IRQ Event 那注意到这个是一个通用的一个 通用的一个Function 然后这个 实际上我们会找 就是说Linus kernel 看到就是 会先从那个什么 Do IRQ 然后跳到这个Handle IRQ Event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真的要处理的时候呢 很麻烦 就是我们要先去看 搞清楚它的形态啦 好像刚才提到 是网路啦 或是来自Storage啦 或是其他的 甚至还有说 来自不同的处理器 也会发 它必要的Interval出来 所以过程中呢 你要处理的 操作还蛮多元的 然后 如果呢 你今天有机会把这个 中段 所需要的这些 操作执行完 下一个问题是 如何返回 所以注意到 如何返回 这个返回呢 其实本来也是另外一个学问 所以你看到 这边有个东西叫 Return from Antia Antia就是Interval 从Interval返回 那这个呢 又是另外一段 组合员程式 那注意到这个 你刚才看到了 这是Entry.s 所以另外一段 组合员程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 我们今天 这个 这个讲座 其实主要是 让大家理解 就是 这些 中段控制器 它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说它做了 哪些必要的操作 以及 对应的 对应的那个执行流程 包括Do IRQ Handle IRQ event 然后最后怎么返回 所以 那过程中呢 会有一些 蛮麻烦的议题 比方说 像 底下可以看到说 像 Soft IRQ Testate WorkQ 还帮助说 Handle Threaded IRQ 就是 Request Threaded IRQ 或者 Request IRQ 注意到 这边Threaded 后面的讲解 就是这个东西是有学问的 这跟Linux在 迈向 RioTime有很大的关联 然后呢 这几个机制 就是帮助说 像 Soft IRQ Testate 跟WorkQ 那 也有 自己有巨大的一些变动 这也是要特别去思考的 那 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就是说 像 底下可以看到说 这个Pre-NRT 也许在 209年会充分的 整合到Linux Kernel 所以到 到那个时候呢 其实Linux Kernel 会有很多 Drive Model 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 然后而且Linux的 属性也会不一样 现在来讲的话 Linux是一个 有能力做 Soft IRQ 的一个作业系统 所以比方说 你可以想说 在Linux上做这种 多密集的编辑 语音处理 或者说做 像VOIP 就传统来讲的话 需要Soft IRQ 的系统 基本上Linux已经升任了 那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从20年起 Linux Kernel 就已经被采纳 作为Hard IRQ 那Hard IRQ 系统来讲 过往来讲 对Linux Kernel 都做了很多调整 那这些调整的 这些成果都往往都不能重用 但是 随着这十几年 就是 这十几年的 Linux Kernel 有个重要的改变 叫做PreneRT 它对Linux Kernel 做本质上的一个巨大变更 而且 让Linux Kernel 在单一的Kernel下 就可以 只是做主态的变更 具有能力变成Hard IRQ 系统 那这个过程中 就要对Interrupt 或者说 我们所谓的ISR的这些机制 有很大的一个变更 这也是我们要去探讨的 除了这一万的话 就是说 具体来讲如果讲虚拟化 像是 像是这个 Zen啊 KVN 这个我们之后也会来探讨 就是这样的过程中 其实很有趣的地方是吧 这个Interrupt 的处理呢 看起来是老梗 但是也是这个处理机制 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好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中段处理的一些概念 那我们这边 摘入一个哥林比亚大学的 一个教材 来看一下 这本教材其实写的蛮好的 只是我有个很显著的缺点 就是 它的这个时间比较比较旧一点 所以我就拿这份 这份讲义 然后当 当起点 然后后面补充一些必要的资讯 那些相关可以参加的供比 好 然后我们来思考一下 这个 为什么需要Interrupt 其实这个 道理很简单 就是说 我们CPU呢 事实上一直在成长 一直在 增加不同的功能 而且 持续在演化 你可以看到这 20年来 这个CPU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大 你去看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周边 包括说你的 你的主机体 其他这些进步还是很 很很大的 但是CPU的进步 是远远大于这些 这些周边包含主机体这些 然后 呃 更有趣的地方是说 事实上呢 CPU的执行呢 往往它是 要服务各式各样的这个 这个 需求 那往往呢 我们会遇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就是说 CPU很快 然后它做那些运算可以做得很快 但是它需要等那些外部的事件 那我们不想让坏的事情 坏的处理器 永远去等慢的周边 所以怎么办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设定 比方说慢的周边 做完特定的事件 然后在干嘛 发通知给处理器 那处理器在对的时间 注意到处理器不是每次都要处理 处理器是在对的时间 去 开始怎样 处理这些事件 那这种事件呢 如果是由硬底触发 的话呢 我们就称为叫做interrupt 那事实上 你会跟有些词汇 比方说像trap Exception interrupt 那你在读一些教材的时候呢 比方说你也会看到说像这个 像这个恐龙书 你也会看到这三个词都有出现 那是这三个词都有些各自的对应 但是有些处理器呢 比方说on的处理器呢 对于说trap interrupt Exception 它把这些译题呢 它把它用个比较 一致的方式去看讨 就是可能没有特别去区分 这个完全看这个 处理器的设计思维 这边我也不打算解释说 这个三个东西要做什么名词解释 因为在很多教科书会看到 那我只是说 有些处理器 像on的处理器 把这三个词汇 打它模糊化 所以换个角度讲 在on来讲的话 interrupt 跟Exception 其实 关键上是一致的 甚至 on的处理器 可以把interrupt 当作一种特别的Exception 去看待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事实上呢 在linux kernel的发展 这有非常多的这个变革 所以你如果说你就是 去阅读linux kernel的原始程式吧 有时候你会很困扰 就是 你去阅读旧版的linux kernel 比方说 比较早期的版本 0.12这种版本 然后你再看 看后面的这些版本 你会发现 这linux kernel的发展 显然是 完完全全很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在最早 linux kernel发展 它是一个 single thread 的色文 就是也说 它只有一个资金序 然后去处理一些 必要的一个操作 然后后来 的面向就很不一样 然后后来 来讲的话 就像这个标题上面写 其实后来 linux kernel已经是一个 是多执行序的一个 提供一个服务 这些服务是让 那些user的program 或者说让这个 使用者所期待的一些 特定的动作 能够能够运作 好 那我们在上面 可以看到上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抽象层 叫做什么 叫做process 在linux核心设计 来讲的话 有其中一个讲座 就来谈到这个 不只是 自行单元的process 那process 其实它是抽象化的 这个什么 我们一个自行单元 所以我们在过程中呢 包含说 记忆体的这个配置 包含说 一个自行单元 它占用的 系统的时间 的比重 那这个东西 也是可以透露 这个process 把它虚拟化 然后甚至呢 把它抽象化 那甚至包含说 像这个 处理器的支援 所以你看到这个支援 这个词很有趣 你看我们的 那个 我们称为这个 这个CPU这样的东西 我们称为叫什么 processor 它是一个处理器 但是呢 在上面软体 以一个 软体开发 或者软体执行的观点 来讲话呢 我们有一个抽象成绩 叫做process 就跟这个 processor跟process 没有 跟这个词非常像 好 那既然有这样的抽象 其实很多事就变得很 单纯了 我们软体的程式 就不用去思考说 总共系统的有 处理器有很多核 我不用管说 我要在哪一核 我不用管 但是你有能力去 要求作业系统去 帮你说 我执行这个程式 尽可能在某一个核 这是可以做的 那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这个东西要什么 叫affinity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就是作业系统会提供 这个系统呼叫 透过系统呼叫 去提供一个对应的服务 所以作业系统本身 是一个被动的东西 那真的是 真正有趣的东西 是那些user space 的一些程式 然后呢 但是光有这样的一个抽象 是不够的 事实上 我需要真正 作为一个程式 我需要存取这个IO 所以比方说 我需要读档案 写档案 我需要去判断 一个档案是否 存在于特定的一个 储存媒介上 所以我可能会有一个 档案系统 那档案系统底层 会有一些 必要的一些操作 我知道它是USB的水晶碟 我知道它是硬碟 我知道它是网路的磁碟 那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它无可避免 都涉及到这些周边的操作 那就像我刚才提到 我们会透过中段处理 去告知 但是处理器说 我已经完成特定的事件 我都做特定的一些 周边的操作的请求 那除了这以外呢 我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周边 这个周边是维系做一种的运作 那我称为这样的周边叫什么 叫做Timer 那在现代的这个电脑里面呢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Timer 有的Timer是比较快 有的Timer是比较慢的 那快的一般来讲是比较耗电 那慢的一般来讲是比较省电 然后呢这个Timer还可以去设定 比较说设定它的这个时间间隔 设定它的精准度 那这会有一个 一个讲座就专门讲这个Timer 那我们就当 这一次的讲座就当做一个 当做一个起点 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有非常 你可以想象底下有非常多的周边 会去发展 那我们要如何设计一个 作为系统的讲话 可以去把这些周边 做必要的设定 然后我们要去处理这些周边的一些 IO的请求 然后做出必要的回应 以及让上层的应用程式知道 我做一些我本身在处理 什么样的动作 比如说IO 那如果知道像读档案 写档案 这本身是很耗时间的 那我要怎么让这个 上面应用程式知道说 诶 现在执行的状态 然后呢 中间可能会有些失败吧 那像这个东西 我要怎么去通知 这上面的应用程式 这就是 方便其实特别去思考的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地方 是专注在底下这个区域 好 那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呢 我们今天希望来涵盖 哪几个部分 就是说 前面提到这个 Interval Econception 还有各自的这个形态 然后包含说 这个 Interval Request 这个所谓这个 IRQ 那 IRQ 以及它背后的这个硬体机制 那这边有个有趣的东西叫PIC 那这边我会 我们这一次呢 会 在前半段我们也讲 Unter 讲了Intel的架构 然后后半段希望多来探讨一下Unter的架构 那所以就希望说这两个主要的架构都有去涵盖到 一个是在 你很多伺服器啊 你身边很多电脑用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手机 手机面涵盖 那尤其在对Interval处理有兴趣的朋友 往往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就 就是跟这个工作实习相关的 跟这个项目实习相关的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我们就要先来探讨一个 比较一般性的这个 应该处理机制 注意到我们在上这个部分 这个这一次的部分 我们想要探讨 是比较通用的部分 然后我们在下面的话就是在探讨 在第二部分 需要探讨 不然说程式版实作 不然说各自架构一些特性 那过程中呢 我们来探讨这个Sovaya CuraTesting 还有VoQ 以及 就是在下个部分 我们来探讨说 有没有有一些变更 尤其这个Linux Kernel这几年发展 这些东西有些变更 好 先来看Interval 那所以呢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在CPU里面 我们会考虑到是像这个Pipeline 会考虑到像ALU 那 还有帮来说那些 逻辑啦 还有Data Flow 但是Interval本身 它是一个强制的改变 改变什么 改变这个处理的流程 所以以刚才来讲的话 比方说你CPU原本 它就有自己的Pipeline 有自己的Data Flow 但是Interval进来之后呢 我的状态就会改变 好 然后这个 状态改变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特定的事情 好 注意到 你在画面中看到 简报这边写的 其实它是其中一个模式 不同的硬体 会有 针对这个Interval会有些处理机制 那不过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中段触发的时候呢 目前这个 原本执行的程式 它会被就是 不管有没有作业系统前提下 最后 最后我们讲的程式 不必然 它是执行在作业系统之上 只要是执行特定的动作 我们都称为就是程式 程式 程式是一个很广泛的词 然后 所以就说 不管你有没有作业系统的前提 就是你可能执行Linux 作业系统 它上面执行某一个执行程式 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 我这个系统来讲的话 它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业系统 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程式 像Bloader 好 不管是哪个情境呢 只要中段触发的时候呢 硬体会尝试把这个 目前的contest 包括这个register 这些 这些原本执行 所持有的一个状态 我会把它保存下来 好 然后 接着呢 我们就会去处理器的状态就会改变 好 所以你会知道就是说 按照处理器来讲的话呢 按照处理器来讲的话 就会切换到所谓的 RQ mode 好 那 这个切换模式的时候呢 好 那我就会有个 对应的 就是在 处理器来讲的话 就会找 对应的有没有 对应的程式来去执行的 好 那一旦这个对应的程式执行完居后 就是这边所谓的 我们称为叫InteraHandle 那执行完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 iReturn iReturn 那注意到 这可能 就是 它的实作来讲的话 在不同平台 尤其在Linux上 iReturn 它会有不同的实作 那 有这些平台 比如说 它可能要去模拟 iReturn 因为在原本 Intel有一个东西 iReturn 然后但是Arm 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动作 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个 有软体 或者特定的指令 搭配起来去做iReturn 所以为什么加个引号 因为 这个东西跟硬体架构有关 然后呢 再来是说 比如说 我们刚刚讲到 有这个context 就是保存在stack 那 这个东西呢 很有趣 在不同的处理器 会有不同的行为 以Arm的处理器来讲的话呢 Arm的处理器来讲的话 它会分不同的这个 profile 比如说它有一个 microcontroller profile 你可能知道 叫做Arm-Cortex-M 在Arm-Cortex-M来讲的话呢 就是 比如说中段出发的时候呢 这个保存 就是 保存目前的context 这个 会由硬体去处理 然后不然说 还原也可以从硬体处理 但是A来讲的话呢 就是Cortex-A来讲的话呢 它就给你一些弹性 也就是说 可以由 Programming决定 哪些 站住器 也是要保存到stack 那也可以忽略 甚至考虑到 刚刚以后我讲的东西 叫Nasty 那我们还有一些 处理器比较复杂的一个操作 好 那所以注意到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完完全全 跟硬体的特性有关 那有些处理器比较特别 就是刚刚讲暗罐呢 像有些处理器 比如说叫PowerPC啦 或者说像 一些DSP的 一个 环境呢 再讲的话呢 它的这个中段处理 至于说怎么保存 其实 在画面中来讲的话 这几个流程 只是当参考啦 就是说 我进入 就是我 处理器切换状态 然后接着呢 我去把 必要的这个 context 再继续 把它保存下来 然后做特定的重作 然后呢 在最后一关呢 我就return 所以我要还原 还原到 原本的程式 原本程式执行的地方 这是概念 像刚刚提到 在不同的处理器呢 它可能有些 额外一些操作 这是你以后要注意的 那接下来我们用这个 Intel 这个S86来做介绍 注意到就是说 在 Intel的 注意到 这边的处理 是Intel的处理 所以在Intel的处理来讲 Intel有两种 它有分 非同步 也有同步的 好 那现在来讲 同步 同步是跟谁同步 所以注意大家 同步是跟谁同步呢 它是以这个什么 以处理器 偵测的观点 所以注意大家 所以是处理器的观点 去看它是同步的 所以 比方说呢 在这边来讲话呢 也会有一些东西要什么 就是像这个 Fault 像这样 比方说什么呢 就是比方说有些指令 在执行的时候 它会触发一些Fault 比方说这些指令是没有定义的 那或者是说 有些指令比较特别 像Intel有个指令很特别 叫INT3 要连在一起写 就是这样 像这个指令 叫INT3 那一旦呢 我这个程式 不管在哪里 一旦 一旦执行到一个指令 叫做INT3 没有空格 不是INT空格3 是INT3 那一旦执行到 这个CPU 一旦执行到这个指令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很特别的现象 会发生 这些现象呢 就是 就会 就是 处理器就会触发一个Track 那如果这个时候呢 你有一个Debug的话呢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用Debug去 对目前的程式 就是因为 原本程式只要执行在INT3 那这程式就停下来 所以这时候 你有一个Debug 你就会看 停下来的时候 去看它的那些对应的暂程器 那些程式已经执行到哪里了 或者是那些CoreStack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实做什么 实做单步执行 那除了这以外呢 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啊 比方说一些像这个浮点数运算这种 它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这种 各式各样的这种 这种 这种 我们称为叫做Exception 好 那 这个东西呢 所以在INTEL术语啊 就是同步的 同步的那个INTEL 就称为叫Exception 好 然后 那非同步的话 就来自这个周边 就是 所以注意到哈 INTEL的术语来讲 它的同步跟非同步是看什么 是跟CPU 跟CPU型的有关 那当然 有些架构器还会提到 像 安的架构 这些事就没有特别去区分 就是 它就把 那个 INTEL 当作一种Exception 看待 这没什么 谁对谁错啊 只是一个术语问题 好 那 就像刚刚提到 就像这个INTEL来讲 它有一些Faults 那这个Faults一般来说 就是说 这会设计到一些 呃 像 特权啊 这种操作 好 就像是MNU啦 或是一些 呃 你的 呃 执行模式的 切换 它也有些 涉及到这个Faults 这个 可以查一下 然后 这个 不特别解释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INTEL Harbour 那 这边一样 用INTEL这个架构来解释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呢 我们看现在看 右半部 右半部 右半部很好玩 就是说 在我们处理器之前呢 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 有一系列特别硬体 它其实不是单一的硬体 它是一组硬体 所以比方说你在这边来讲的话 你看到一个东西叫8259 好 那 这个晶片也是由INTEL去提供的 所以我们就称为叫I859 好 然后注意到 这个859呢 本身呢 它是有MASTER跟SLAVE 好 那MASTER这边是 是 是 靠近那个什么 靠近 嗯 嗯 Intel处理器的 但是呢 在SLAVE的地方呢 它就接各自干的这个周边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画面中左边可以看到说 像是 以太网路啦 SIGACI啦 或是 RTC RT 好 然后这边呢 会有一些什么 会有一些这个来源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你可以看到说 欸 这个859里面呢 然后会有一些 比方说这边还有个什么 这个keyboard的controller 好 这个有多LQ 然后呢 我们注意到我们这边叫做 intra request line 注意到 这边line 这边有很多什么 很多 不同这个东西都是line 好 就是那个 这样的一个讯号源 然后这个讯号 跟讯号本身你看到这边 这个SAVE跟这边 这个 它又可以当做一个讯号源 所以你可以想说 我这边有好多的不同intra 然后呢 我这个汇整起来呢 又可以这样 又会告知这个PIC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 我这个intra request line 它的可以是什么 它可以是一个 一个独立的 或是一个共享的 就是 像这个来讲话的 可以共享 然后呢 还可以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一个 这边好 注意到 它可以把这个特定的硬体 对应到intra vector 然后呢 它可以 对应好之后呢 再传递给特定的CPU 那如果说我们在具体来讲的话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的缩写啊 就是我们称为叫什么 这叫做P 就是 你在intra架构看到P 多半的时候 你会看到像是Programmob 这种词 它可程式化就是由软件去设定 然后接着来思考一下 什么叫做intra control intra control 就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 事实上呢 我们这个来源 intra来源会很多种 那更麻烦的地方是说 这边处理的时间点 处理的速度 还有它的这个类型 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那事实上有很多周边 像比如说你看到像USB 其实它USB来讲的话呢 如果你在画面中看到一个USB 它往往它可能不是一条线 它不是一个line就可以处理完 它可能往往它是被 背后是可以牵涉到 很多种不同的讯号 同理就像你画面中看到这个sql 它可能很可能它就不是 一个单一来源 它需要不同的来源 那这些讯号的处理时间呢 它其实是时间是很关键的 所以往往呢 我会先用一个 这样一个层次去对应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interrupt的controller 它其实还要解决一些 像是不同的优先权 就是注意到 在这过程中 它可能会有不同的优先权 那过程中呢 有可能会这样 有可能会把 依据我们的需求 我们有可能会把特定的这个interrupt 去把它mask 那注意到 为什么不写 为什么这边词会用mask 注意到在电脑里面的术语 就以电脑硬体的观点 我们的mask 就是决定说 比方说今天有五条路 那我可以设定一个mask 让其中三条路是可以通的 那两条路都不通 或者说我设定一个mask 让五条路里面 我都把它屏蔽掉 所以五条路都不能通 所以注意到mask有意味是什么 是多对多 多对多 多对一 那还有当然有可能有 一对一 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 所以我们用这个mask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设定的 然后再来是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interrupt controller 所以这个东西比方说叫PIC 然后注意到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边对应的处理器可能会很多个 也就是说interrupt controller 它可能只有一组 但是它对应的那个CPU的处理器来讲 那可能会有好几个 所以这个件事会变得很有趣 就是说那请问我这个处理器一旦改变状态的时候 比方说从原本执行的模式 切换到这个interrupt模式下 那我到底是哪一个处理器 或是哪几个处理器在执行这个ISR 这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那这件事是很关键的 就是这个我到底这个对应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这个你可以看到说PIC 像前面讲的这个上面讲的这个PIC 那PIC真的意义在哪里看一下这个 就是说我在触发这个中断的时候 就是中断触发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知道 其实最终对CPU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知道说特定的号码 所以我特定的号码 就是CPU认了是一组又一组的数字 那所以这个东西涉及到一个对应关系 就这样讲了 其实我们的那个可能会有Mess跟State 对应 所以它有一个对应的Vector 然后处理器呢 当处理器要处理这个外部的中断的时候 那它也回应 所以比方说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个egg 去告诉他我已经处理去模式改变了 而且我准备要来执行我的SR 然后注意到在这个系统来讲的话 它可能会排列放好几个 Intel Control的那些晶片 所以比方说像这边有看到 这是8259 然后这边有什么 8259A 像这个东西它就是落干的晶片 好 然后接着继续用Intel的这个模式来介绍 Intel模式来讲的话 你看这个东西 就是 你可以看到画面来讲话 这个东西有个什么呢 这个有个int 然后有个inta 好 然后这个东西很好玩 就是我们用那个讯号的观点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来讲话 这个Intel Control Intel Control 做什么事 它把这个Intel的循环拉起来 然后接着呢 你看我这边把它拉起来 然后呢 在这边来讲 Anti A这个东西 它原本是高位的 但Anti刚好点了 从低位拉到高位 所以就是pull high 然后呢 在Anti A来讲的话 是把它拉低 拉低之后呢 然后呢 就这个拉低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真正呢 我们对应到那些vector 它会 我刚讲过的 它只是什么 一组又一组的数字 所以呢 我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在 这上面最终 就是你看 拉低 拉 就是这边 拉低之后呢 然后最终 对应的这个号码 在这里 所以你看 这个 最后呢 会有一个什么 对应的处理机制 所以当我在Databuzz上 看到 到底是哪一个intel number 其实会有一个时间差 所以注意到呢 从这个 硬体事件触发 到我得知是哪一组号码 本身就有个什么 就有个时间差 然后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更麻烦的地方是说 当你在多核的时候 好像有画面都看到这个 所以你看 我的周边 比如说你思考一件事 你的手机 萤幕只有一个吧 那处理器可能有一大堆 可能有四个 八个 或者更多个 那这时候呢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那我到底要拿哪一个处理器来处理呢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 非常困难的问题 后来intel再发展一个东西 叫APIC APIC 不要搞错了 这个东西叫APIC 但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叫 ACIP 对不对 你看这个排泄组很讨厌 对不对 但是不要搞错了 ACIP主要来做什么事情 主要来做这个能力管理 然后呢 APIC 是一个扩充版的一个PIC 原本的东西叫PIC Programmable Interact Control 但是为了解决多核的问题来讲 有个东西叫APIC 被提出来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刚刚讲到那个 ACPI 这个东西是跟 跟电源管理有关的 但是它不可避免 也跟什么APIC 会有相关 所以有时候你读資料的时候 有时候很投意 千万不要把此搞错了 好 那接着来看一下就是说 你看哦 我们刚刚讲这个 Data Bus上会看到这个什么 看到这个 Intel Number 所以Intel Number 它其实透过这个Data Bus 传递上来 那传递上来的时候呢 事实上我还有个东西叫 Local API 7 由这个Local API 7 我们再去看 这个东西最终 要派送到哪一个处理器 你大概猜得出来呢 它其实也会有个东西 你会涉及到一个Mask 就是涉及到哪一个处理器要处理 那这件事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真实的需求来讲的话 处理器的拓捕 就是说我今天可能有好几个处理器 它用不同方式去显介 你可能知道一个东西 NUMA NUMA 跟其他的一个方式去排列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过程中呢 这件事就跟网路的结构一直像 就是什么呢 就会有个老体 所以就要搞清楚它的路径 所以不然说很多装置 帮你现在每天用的手机 基本上也有类似的东西 那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去查询一下 UN的这个什么 UN的Intel Control 也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复杂的东西 好 那这边快速复习一下 这个总结一下 UN的那个Intel架构下的那个行为 一直在讲UN跟Intel 有时候讲一讲就投影 对不对 好 然后注意到呢 这个讲的API系呢 主要是来做这个多核的处理器 然后呢 它就是会决定我要哪一个处理器去处理 然后再来是 Intel要怎么去派送 所以你可以想象中它 它那个可能是对所有的处理器 但是也可能对其中一个 或是其中某几个处理器做反应 那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东西很有趣 叫做IPI 好注意到这个东西 IPI 那我们之后在讲电源管理的时候 也会讲到这个IPI 那所以简单就是说 处理器跟处理器之间 事实上呢 也可以这样 也会透过IPI 相互去通知的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说这个 有个东西 Local API 就是所谓的这个LPIC 然后这很有趣 就是说 这东西是靠进哪里 是靠进处理器的 所以这个东西 Local API 会跟什么 会跟这个 APIC 作为Intel控制的人 他会作为什么 会有一个沟通 所以注意到 他会在Buds上有一个沟通 既然有沟通 就可能会有竞争 还有那个 资源效率问题 所以注意到 在Linus Kernel呢 对这方面做了很多 比较的一些调整 然后 所以有个东西叫 Intel routing 所以其实大家看什么 就是说 我要怎么去广播 或者我一个特定的 这个讯 这些讯号 要怎么传递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因为我前面在讲 APIC的时候 不是有讲到这个 有设定这个优先权 对吧 所以我今天有多个 请求进来的时候呢 我可以决定说 哪个东西很重要 一定要先处理 或者说 有些Intel很重要 不能被屏蔽的 那像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也是在这个 Intel的handle要去 Intel的control要去处理 好 所以这个过程中呢 就会有个对应的 一个像 Intel架构有个东西叫 TPR 就是TestPylogic Register 然后呢 甚至什么 甚至如果说 优先权一致的话 会有什么 不同的这个 就是要怎么去处理 好 那像On的处理器呢 也会有类似的东西 甚至它设计一个东西 叫SubPriority 就是说 它会去比对 现有的Priority 如果一样的话呢 我去看 下一个层次的优先权 好 然后呢 下一个议题在哪里呢 就是 呃 这东西很麻烦 好 注意到啊 就是 正页讲的内容 在有些处理器来讲的话 它会行为会不太一样 特别是如果说你有机会去看一些 呃 以DSP为主的这个架构 好 那你会发现那个落差极大 好 不过这边还是继续用Intel架构来解释 好 有个东西叫做IRQ Assignment 好 就是说呢 呃 同样的硬体 好 比方说 呃 比方说什么呢 比方说这个网路 好 网路卡 那 呃 有时候呢我们在 在 那一次的设定来讲的话呢 我们会把一些特定的硬体周边 喔 它有个固定的号码 好 就是说 那就是独一温号码在那边 但是有些周 有些硬体呢 它的那个号码 它可能是跳动的 依据需求去配置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很有趣 就是说 它可能有固定的数字 但是也有可能数字会跳动的 好 然后呢看到这个东西 它就说呢 比方说有一种 有一种Bus 叫做PCI PCI的Bus 然后 它在开机的时候 会去决定它的这个顺序 怎么怎么去排列 那但是也有可能是吧 是有些硬体架构 比方说像这个 像这个 Timer Timer 还有一些这个 像859A这样的 就是 它下一个层次 你就可以想说 我今天有好多个不同的 什么 引到Controller 那我这边不同的Controller 那我其实怎样 我有固定的 固定的号码 所以注意到呢 因为最终呢 我们处理器看到的东西 其实是看到的是数字 所以不管它是什么类型 反正处理器看到的东西 只是一个数字 其实处理器在一开始 呃 被通知说中断发生的时候 只知道一个数字 所以在DiaBus上 只有数字在传递 那所以这个数字的 排列就很重要了 那这个东西对作为系统 当然也是很重要 所以作为系统 一定要能够区分 哪些是固定的 哪些是动态 动态去配置的 好 好 那一样的问题就是说 呃 所以比方多人可以看到 来讲的话 好 一样这个东西也是Intel架构的 在不同架构的回去 不同 那所以 我们刚讲到 不管是Intel什么类型 它最终都是数字 好 那数字来讲的话呢 你看它的index 比方说这边0到25 大概猜出来是 用8个bit去表示 所以它有一个东西叫IDT 注意到在Intel的架构下很讨厌 它有很多IDT 好 那其中一个IDT叫做 Interrupt Descriptor Table 好 所以它用8个bit 去做这个index 好 然后你 你到时候在看那个什么 保护模式的时候 又会看到另外一个IDT 好 但是它写东西就是不一样 好 然后呢 这边讲的东西是 呃 它就是这个数字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 注意到好 这IRQ这个 这个加个减号 不能念shop 这不是Cshop 这是IRQNumber IRQNumber再加什么 再加32 好 那为什么要加32呢 因为 最开头呢 32呢 是保留 来做什么 有些Intel是 not maskable 就是说你不能遮蔽的 有些特定的extraction 然后呢 再来是 呃 这里面还有些东西也是保留的 好 比方说这里面保留 Vector128 保留做什么 做这个season code 然后还有一个刚才讲的 在这个IPI 就是Intel Persector 就是处理器跟处理器 跟interrupt 这些东西也保留下来 最后这个东西跟那个硬体架构有关 所以有点干净就行 好 然后 那Linus的实作很有趣 Linus的实作 呃 它会 因为Linus 毕竟它是在Intel架构先发展 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呢 Intel虽然 虽然Linus 资源很多不同的架构 但是不同的架构 比方说Unter处理器架构 在Potin的时候 要一直在 嗯 一直到 Linus 要一直到Unter处理器的时候呢 会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做 做一些消除视力的事情 就是说 诶 不同的架构比方说Unter 就是想把它调整成 类似Intel架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继续 嗯 我刚刚提到的就是 这个 iLQ嘛 就是iLQ的号码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在Intel架构下 它大致的关联 嗯 嗯 最主要这个是一个 高度视力 高度简化的 就是 如果你把那个 嗯 API-C的 东西纳入之后 会复杂一点 我们这边 只想大概有个概念 好 注意看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IDT 怕你忘记的话 我们刚才讲一下 ID是什么 Interrupt Descriptor Table 所以就是描述什么 描述interrupt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呢 事实上呢 这个 Intel Handler Intel的Controller 本身呢 它也是透过Bus 去串 串接CPU的 所以注意到 就是 所以为什么上面 那个传递的 我刚才前面有讲到一个东西 讲的这个 就是说 我Databuzz看到的东西 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数字 所以这个东西 对应到 画面中的哪里呢 就是这个 就是我最重要的 其实是传递一个数字上来 那接着我们来 思考一件事 我们刚才讲那么多 那个IACUME Line 左边看到来讲 所以你看到 各式各样的讯号源进来 然后 这个讯号源进来呢 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 对作业系统 对软体的观点来讲 我要 我要干嘛 我要去设定一个东西叫 IDTR 就是IDTR 我要对应到什么 对应它的 要做哪些动作 然后注意到呢 这边 这边 透过PIC传递的东西是什么 这是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呢 可能会从这个 这个Table里面 去找出它的什么 它的那个 对应的那个位移量 所以我就可以 从位移量去判断是哪一个什么 哪一个Handler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 这个Handler本身 在不同的架构 会存不同的东西 比方说呢 在Intel架构下来讲话呢 我就是存一个地址 所以最后你就 你就知道跳跃到哪里去 但是有些架构很特别 表示有一个很奇葩的架构 叫做Hand Handler架构很好玩 它存的东西是什么 是存个指令 对 你听错 它其实存不是地址 存地址 听起来比较直觉 但是对Handler来讲话呢 它做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最佳话 就是说 你反正某些操作本身 就是最终还是在跳跃到某个地方去吧 那可能只是做一个很单纯的动作 所以Handler来讲话呢 在Cortex-A 存的东西是什么 存的东西是 在32元来讲话 存的东西是一个 或者所谓的AandClassic 就是 不然就是早期Aand 存的是一个指令 所以就是 我跳进去做特定的指令 那 所以一般来讲话呢 如果要跳跃到别的地方 你就写个B 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不同的架构会有写不同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想见 如果Linux要移植到Aand的时候呢 要怎么办 就要把这个东西对应到 对应到这个 像是Intel架构的IDT的行为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我们再继续看 去看说这个IDT 这个IDT呢 其实呢 并想中的四杂一点 它不是只是去描述说 最终它跳跃到哪里去 其实这件事呢 跟你的什么 跟你的Privilege有关 所以注意到 这个 简单说呢 你跟你这个什么 跟你目前的这个执行的模式 是有关的 然后这个东西呢 跟 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什么 那个保护模式 那个东西 这个会有点关联 所以这个IDT呢 千万不要小看 它不是只是从中断 不然你这个模式会有关 比方说 Google搜寻一个东西 叫A20 DT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可以来做什么事情呢 可以来 来看 就是这个A20 可以来干嘛呢 可以 决定说 是不是打开保护模式 就是有没有开启保护模式的一个关键 所以这个东西要叫 Enable Enable A20 Line 好 那这个东西是算 Intel加过一个比较 我不知道怎么讲 这个东西很奇葩 我以前学的时候 一直学得很痛苦 而且写程式特难写 因为模式改变了嘛 所以程式没写好 那个 你就切不过去 或者切不回来 好 那这个东西呢 这页看看就好 就是 呃 这个东西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 不是那么特别重要 然后 呃 这边大概其中只有哪个比较关键 大概就是 就大概知道那个 里面那个什么 traceful handle 大概知道这个东西就好了 现在稍微看一下就行 呃 然后这个IDT呢 比较麻烦的地方是说 因为这个东西跟 呃 呃 我的执行模式有关 所以在这个 以intel架构下 一开始呢 处理的时候是 是在真实模式 那之后呢 才会变成保护模式 好 所以事实上 BIOS会设定一次 好 然后 那 Linx kernel又要再重新设定它的那个必要的 模式 所以 大概稍微看一下这个 几个字就好 好 那接着来看一下就是说 在这个 呃 Intel的处理来讲的话呢 其实难在哪里 难在说 我要怎么去Dispatch 那 这边再次你会看到 Intel架构比较特别 比较讨厌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说 为什么不想要只探讨Intel架构 还要探讨一下 Untr架构 其实Untr架构比这个东西单 单纯很多 好 那 这边 但是这边的词位还是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Linx kernel在移植的过程中 是以Intel架构作为一个 主要的参考对象 所以 刚才提到说 Untr架构呢 他会 把它 对应到Intel架构的写法 所以比方说 你看画面来讲 有个东西叫I-Return 那注意到 不是每个架构都I-Return 比方说 Untr架构 它就没有I-Return 一个指令 所以 势必呢 你要做一个 对应的一个行为 来做什么 来从 比方说从Stack 去还原这些什么 还原这些Register 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讲这个Mask 然后刚才提到Mask 就是说我今天决定说 我今天有很多路 或者有很多I-RQ line 我要决定哪一条 哪几条 是我要处理的 那不处理的话 就是 就往后拖延 那 那像这样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去定义的话 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大家其实基本上有几个 一个叫Global 一个叫PerI-RQ Global 比较容易懂 就是把所有的 Interval都把它拖延 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 执行模式要改变 我要处理一些特别的错误 所以我把Interval 均衡的动作 我要往后拖延 那另外一种状况是什么 就是说我去选定特定的I-RQ 所以你讲过 我今天透过这种一些Bit Mask 就是我去生特定的几个Bit 所以你要注意到 就是说 你要征服Linux Kernel 其实 你一定要了解C元 这个废话对不对 但是C元里面有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什么 就是B-Wise Upgration 因为你会发现 驱动程式 一大堆什么 不只驱动程式 Linux Kernel里面一大堆 跟Bit超过有关 或者什么 就是跟这个 像这样的东西会相似的 好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还有一个东西很麻烦 这个东西叫 Nasty Interrupt 就是说 当我呢 处理中段处理到一半 的时候 会不会有下一个中段 也触发了 那请问我这时候要干嘛 就比方说我现在处理一个 我正在处理网络中段 那这时候呢 有个Timer Interrupt事件发生 Timer Interrupt事件 大家猜出来 就是它每个月时间 就会有个中段出发 那这个中段出发的时候呢 我原本已经在处理这个 网路了 那我需不需要跳到Timer去处理 那如果要跳到Timer的 这个 Istar里面去执行的时候 那原本这个 这个网路东西怎么办 所以大家猜说 这该不会也是有Stake 就像Function Code一样 会有Stake 你想有没有这东西 有 这东西考虑点还蛮多的 好 除了这以外呢 你还要考虑到一件事 是什么呢 就是 这些周边 这些周边呢 基本上它有很多不同的 这个 不同的行为 所以你看到这边的讲话 你可能会希望 这个IO操作 尽可能是这样 尽可能很频繁 有人做很多事 比如说像这个网路吧 你当然希望网路来讲 我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 以Linus kernel 当然是追求throughput 那当然我讲的特别的要求 比方说这种low latency 降低七种延迟 那往往这个 低的延迟 跟high throughput 往往它是一个拉距站 你很可能两个不能 不能都有 那 所以Linus来讲话 一般来说它是以 追求high throughput 那所以我就要想办 让这个IO 尽可能有事可以做 但是有事可以做 但是有事可以做 听起来 说起来简单 但是做起来很难 所以你看这边来讲 有没有看到这个标题写的吗 Priorism 就是同一个时间 尽可能有很多中段 可以做事 那这个时候 会让整个世界变得复杂 跟这些有关 所以你可能会这样 一下在处理什么 一下在处理网路 一下在处理时间 一下在处理其他的周边 那我要怎么让这件 这个操作是合理的 是正确的 所以这件事呢 就还蛮困难的 所以 来讲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会有个东西叫 Global Interrupt 就是说 我先避免 对全部的Interrupt 做拖延 然后呢我去遮蔽 特定Interrupt 然后我干嘛呢 有个东西叫 Re-Enable 所以我原本呢 会去Disable 特定Interrupt 然后呢 会干嘛 会重新去Enable 好 这个是一个比较 单纯的一个想法 那 但是呢现在来讲的话呢 在Linus Kernel的设计 会希望降低 做Disable Interrupt 的行为 再讲一次 在Linus Kernel的设计 会希望呢 Disable Interrupt 越少做越好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 Disable Interrupt 其实不只是 特定Interrupt 被拖延了 更麻烦的地方是说 你的资源使用 比方说我现在处理器 有很多核 那 我当然可以设定说 其中某几个核 做特定的动作 特定的这个 特定的什么 特定的Interrupt 我当然希望说 某几个核 处理特定的Interrupt 那某几个核 处理另外的Interrupt 那 所以一旦呢 你有Disable Interrupt 的时候 你再重新Enable的话 它其实这个系统延迟 就会 延迟时间就提升 那当然 Disable Interrupt 再捋Enable 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 撰写 就是说这个 程式开发 Kernel开发比较容易 所以注意到 早期LinusKernel 的确是这样做 就是Disable Interrupt 然后再 就是Interrupt 这个东西在多核的处理器来讲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灶门 所以这件事呢 注意到 这个LinusKernel也在 潮在这个地方发展 甚至有个很长期的目标 就是希望 Disable Interrupt 几乎可以被丢掉 注意到 这是目标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讲这个Nasty Nasty 这个中核很麻烦 就是事实上 这个LinusKernel 它也没有充分发挥硬体的特征 尤其在特定的处理器上 它也没有去发的这个特征 所以呢 事实上 Interrupt Disable 这个东西 其实是怎样 还是有特定的路径 要越去Disable 那给你一个提示 就是你可以去参照 我们在这个 一样在LinusKernel设计里面呢 我们有讲到这个像 Spinlock 多核处理器的部分 就有讲这个部分 那这个东西呢 是为了确保整个 这个Kernel制造的一致 所以 势必 特定Interrupt 其实还是要 还是要 还是要被Disable 但是这样的 比重越来越少 好 然后 在这个 注意到这句话 就是说在这个 目前的设计来讲话呢 就是我的 槽状 就是说我 已经在处理某个Interrupt 然后再跳到另外一层 所以这样的一个 槽状呢 我可以两层 两层的深度 那 这个是在 设计上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这个Nasty的Interrupt 这个处理来讲话呢 有可能会遇到PageFault 所以注意到这一段 所以 这个 什么时候会处理到 遇到PageFault呢 当这个 在处理到UserData的时候 这个 这个会遇到 所以注意到就是 Intel处理了 其实 遇到PageFault 意味着什么 更长延迟 所以在有些情况下 比方说在 那个 呃 在 讲究LeoTime啊 讲究高效能的 那个网路环境下 那PageFault呢 就是一个成本 不见会错 注意到哈 它不见会错 但是就是 就是 好 怕你忘记啊 PageFault有三种 不是每种PageFault都会 都会错误 它只是一个什么 它只是一个 它只是一个分类 好 所以注意到 我们在上面来讲话 你可以看到主要有 有三种 有Miner Major Embedded 现在讲Embedded Embedded你比较懂一懂 比较说你 存取记忆体的时候 存取那个特定的D EasLead 那你MNU 就会这样 禁止你 在一般的程式去 一般的UserProgram 去存取到 adjusting的区域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很常见的错误 对吧 SegmentationFault 这是Embedded 好 那另外一个东西是Major 比较说这个 这个东西你很熟啊 尤其你考过研究所的朋友 都很熟悉这东西 对吧 考试基本都会考这个 叫你默写一段 什么是PageFault 那所以 这个东西在讲什么 比较说这个作为系统 所以我们在遇到特定的这个 Page呢 如果是记忆体找不到的时候呢 我干嘛 我就 这个 我去你的 swap memory啊 就干嘛 去把那个 把那个记忆讀出来 然后但注意到呢 不是每一种东西都是Major 还有一种东西叫Major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呢 在这个什么 在 就是我今天要存取 存取记忆体的时候呢 但是呢 在MU里面呢 还没有标注 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效的 好 所以这个东西会触发一个 触发一个 minor的PageFault 或是一个Soap PageFault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它的 冲击很小啊 就是说 我就是做必要的对应 所以对应到像Linus来讲的话 就是这样做 Map Map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 那这个东西的成本 是相对低很多的 因为像你可以看到Major 这个 还需要这个Swap 做一些 基本上要做Swapping 那这Major 本身就是一个 就是对MU做 额外来的操作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我们今天讲到PageFault的时候呢 不是每个PageFault 都会那么严重 但是注意到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 这个都会带来一个可观的延迟 而且这个延迟时间 还是没有固定的 好 然后呢 那再来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在这个映画设计 我们刚才有看 我们刚才那张示意图 对不对 就是 我们事实上的映画处理 来讲分两个Label 画面中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层面 我们称为叫FirstLabel FirstLabel的这个映画 这里 然后呢 就是 一般来说就是用组织去撰写 然后 它的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它是跳到第二个阶段 那我们就可以用那个C元去撰写 所以应该这样 我就是从这个 呃 原本用组合圈撰写的 然后跳到一个什么 用C部分去撰写的 然后 而且我先跳到一个什么 一个通用的 之后再跳到一个什么 对应的 特化的一个interhandle 好 那注意到一件事就是中段处理这个东西啊 我们刚才提过 有提到就是说 呃 事实上呢 我们这个中段处理的 我们希望它发生的 就是今晚我们希望说 这些周边 这些硬体周边很多事可以做 对吧 但是呢 要去想的下一个问题其实是很麻烦的 啊 就我们要做很多事啊 可是呢 这些事情跟事情 这些 这些interhandle之间啊 大家可能会说 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有nesting 啊 我要处理网路 那这时候timers进来了 啊 或是我处理timers 然后又别的东西了 所以本身timers 本身这些interhandle 本身会有可能会打架 啊 注意到啊 有可能会有些各式各样的冲突状况 所以我们遇到这些冲突的时候呢 其实很麻烦 啊 那所以在后面设计来讲的话 呃 我会自然会去去个 去个什么 它其实会有 呃 画面中看到这几个类型 啊 所以看到我去个什么呢 我去去个一个上半段 然后去 所以看到这边上半段 然后呢 我还去个什么 下半段 所以呢 一个东西叫tophill 啊 上半段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叫bottom hell 注意到啊 bottom hell是有缩写的 这么叫什么 bh 听起来很奇怪对不对 bh 一个上半段 一个下半段 然后上半段有分 上半段呢 在执行的时候呢 会怎么 会去 disable disable 所以就是啊 我在执行上半段的时候 我不准其他的中段来 然后呢 但是有种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很关键的 就是我一定要怎么 赶快去回应 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另外一种是说 我出于 我把它拆成上半段 但是我出于过程中 还是什么 还是允许其他中段发生 比如说你打字啊 或者多一些网路处理 这时候呢 我允许像一些 像一些什么 台本这种东西进来 或者其他的 其他的同样类型的那个 英特曼进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bottom hell 所以这个很好玩 就是说 我把程式码 把它拆成后半段 就是我不用很快 比方说上半段要读完某些东西 比方说读一些keyboard 或一些东西 或一些scan code 所以我可以知道说 是按一个按键 还是按两个按键 或是按组合键 然后呢 但是呢 我们光读这个 scan code 是不够的 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要把 比方说我要做一个 对应的操作 比方说我要把这个操作 把它copy到一个buffer 之后我们的软体 之后我们的作业系统 帮助上面的user program 才看得到 才能够处理 对吧 那像这个东西呢 就是 它的时间不用那么紧急 它不用那么快去处理 所以我们就把它拆成前半段 一定要赶快去处理 那后半段呢 晚一点再做 所以晚一点再做 好吧 来说一下 晚一点再做意味着什么 它可以重新的被排成 所以我们又称为 这样的东西叫什么 叫做soft IQ 我可以 在电脑术理来讲 一般来我们讲soft 就意味着什么 它的时间 有可能会拖延 或者说它可以再重新规划 它的时间 那反过来说hard hardware的东西呢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不能改变它的那个 时间 它什么时间出发 我们都管不了 就是hardware 以软体观点 它就是法制 它就要做这些更做 然后呢 为了要实做出bump help 然后我们又有soft irq 跟对应的那个test 然后 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 有一个东西呢 我们称为叫做interrupt context 注意到 interrupt context 然后这个东西呢 是相对另外一个区别 我们称为叫process context process context process context就是 这个不用我们特别解释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细节的话 你可以参考这个 利子合金设计里面的 不只是 就是 资讯单元的process 那 我们在讲这个process context 其实包含很多啦 包含说 现有的这些reduce file啦 包含说这个 目前的 这个 为了这些什么 signal 必要的一些 描述一个 资讯单元 必要的 必要的那些资讯 我们要把它保存下来 所以我在切换任务的时候 这些东西才能够还原 但是在interrupt context 它就小很多了 所以就这样 这边interrupt context来讲的话呢 它在描述什么呢 描述说 我现在这个 足以让我去 像我们刚才提到 我要处理什么 nestyinterrupt 所以 我们在处理nestyinterrupt 其实我要什么 就是我执行目前的这个ISAR 有可能会这样 会被 会被 插断 或者说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这个interrupt handle 就会进来 所以我在过程中 我要去描述 目前呢 执行到哪边去的 所以像这种 这种东西的嘛 我称为叫做 intra context 好 然后呢更具体来说的话呢 更具体来说 我会需要透过一个stack 去描述 所以就是因为 我执行到一半 我可能会有 会有新的充分进来 所以 比方说像这边来讲话呢 我比方说 hard IRQ 好 它会有个stack 那因为我们还会 就是我们会把它拆成两部分嘛 一个是 hard IRQ 就是这个 前半段 跟那个 后半段 sob IRQ 所以我这边呢 会有各应的对应 对应的一个stack 好 然后呢这个东西呢 注意到 这个在我们前第一个部分 去讲观念 那之后呢 说我们来对照看程式嘛 那这个东西就 还蛮多东西去思考 然后再来是 在现代处理器来讲 其实要管的事情还蛮多的 就是 你看到 好多个IO装置呢 可能会对应到什么 会对应到一个IRQ 然后 就是会有一个intra vector 所以这个东西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我现在 现在硬体很复杂嘛 这个什么 这个周边是非常多 然后刚才讲过 一种周边形态 它不只需要一个IRQ line 就可以注意完了 其实往往都需要很多个IRQ 那甚至呢 还有一些很特别的硬体 比方说你可能知道 叫DMA 像DMA这种东西呢 它叫什么 Dreaming Assess 像这样东西呢 其实它本身也会对应到一个 好几种 IRQ 所以在我们的设定的时候呢 其实这样 就是 像这个来讲 这边好多个IRQ 它可能会这样 对应到一个Vector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好 然后再来是说 我们在设计这个IRQ的处理机制的时候呢 那往往呢 会有一些拖延 就是因为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interrupt要处理嘛 然后 然后 我们也希望说 在出interrupt的时候呢 扣掉很关键的interrupt 它是要disableinterrupt的那种例子以外 其他都是保持interrupt的前提下去运作的 所以往往呢 你需要把这个考虑到一件事 就是任务本身有可能 会往后拖延 我会 就是要做那个动作 像我前面讲的按键的式子 例子 你记得刚才按键的 我刚才不是这个keyboard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keyboard 然后 我赶快去读 发生中断的时候 我赶快去读 然后赶快去比方说 用网络风暴 我赶快去看 这网络风暴是有效的 但是去解析风暴呢 解析网络风暴 或者去对这个案件多测力的操作 这个东西呢 我是猜等后半段去做 然后这个后半段本身呢 也是个学问 就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任务 本身在科能里面 用什么角色去存在 就像你画面中看到 SovirQ Testate 跟WorkQ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处理 它到底要怎么处理 然后以及这个处理的机制呢 到底跟那个什么 这些上面那些 Fasis啊 有什么观点 好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去 要去探讨的 好 然后 注意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好 所以如果说 我们来思考 思考说 这个 中断的触发 棍中 像你可以看到这个人 我们这有不同的编 IRQ 注意到 我们讲IRQ的时候 都是讲Number 因为 interrupt 回报给你的资讯 就是一个数字 所以你看到 如果呢 我今天有个编号叫做 i的 中断出发 所以呢 中断出发的时候呢 这个处理器模式都改变 对吧 那处理器模式改变的时候呢 嗯 改变的时候呢 你看哦 呃 比方说我这边跳进来 然后呢 这时候好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结果有个编号接着进来 所以我 处理 然后赶快 然后回船 就返回 那返回了呢 这时候呢 可能又有个另外一个东西返回 再进来 比方说 那个 IRQ Q K 那处理K的时候呢 又有个N 那一样 所以你看到 我们刚刚讲那个Nasty 讲那个深度两成 就要讲这个 深度两成 然后呢 再去 讲这个 呃 讲这个什么 讲这个 讲这个 不同的这个 处理机制 所以我们要去讲什么 就讲 在这之后 就是在之后呢 我们要做的这个动作 因为我们前面 就是你可以想到说 我前半能赶快处理 赶快返回 那这样的话 我才能让其他的 英雄可以进来 可是后面任务本身呢 我该怎么去规划呢 再去思考 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个 SoIQ 呢 基本上呢 它有 几个类型 注意到 这是一个简化的一个描述 呃 在编译时期呢 我们可以指定一些 SoIQ 比方说 它会有不同的那个 你可以看到 它会有不同的优先权 好 那这边来讲的话 注意到这个东西 随着Kernel的改版 会有 会不同的 但是这边来讲话就是一个 编译时期的 但是呢 也会有个什么 也会有一个 执行时期去建立的 这个SoIQ 好 那 这边来讲话 那就会有这个执行时期 就这个 所谓的叫什么 就是 Regular test date 好 那test date 是建构在什么 建构在这个 建构在这个 这个 SoIQ的基础上 好 然后 再去看 好 那所以这过程本身呢 很有趣 就是说你看到 这个SoIQ本身呢 它可以做一件事 叫reschedule 好 然后再去 SoIQ的执行 其实很关键 对这个 对User Program的执行很关键 它可能会怎样 会这个 就是 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呢 会导致一些startation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就是 这个我们在 第二个系列 第二个部分 我们再跟大家来探讨 好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 既然它对这个 任务本身 有可能 尤其是User 像你看到 看大家讲的 User Level Process 那 这个东西在 迈向Ryoutime的时候呢 有很大的调整 好 然后 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会有个东西叫 KSoIQD KSoIQD 这个东西很有趣 就是 就是说呢 扣掉 扣掉 这些比较特别的 特别的这些 被 编译时期被决定的 或者是优先群的任务以外 然后 有个特别的东西叫 KSoIQD 那这东西来干嘛呢 这东西来决定 怎么去排成 所以注意到 就是我们事实上 在执行的收纹 这样对应到Linux Kernel 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 一个结构 就叫 KSoIQ Action 注意到 这个结构跟版本有关 后续版本 会有些变更 但是本质战就是说 我有特定的动作 然后我就 注册一个 注册一个Action 所以在Linux Kernel 里面呢 有讲过 有一个很特别的Kernel Threat 那他来干嘛 他来决定呢 我这个 这些 Serv IRQ 该怎么去执行 在Linux 在Unix的风格里面 有个D就表示一个Demon 所以你想要 我有个很特别的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 Kernel Threat 那他来做什么事情呢 你看这个东西 老板 他就干嘛呢 我就看错这个CPU 所以你看我这个CPU 我给另一个CPU编号 那我给一个CPU编号呢 我就干嘛 我就去执行 执行这个CPU上 特定的是吧 特定要做的事情 然后做完之后呢 我干嘛 再重新再reschedule 然后 所以你看到这边东西 老板 我今天在每一个 每一个CPU上呢 我去看 有没有没做完的事 好 那没有没做完的事呢 我就干嘛 我就开始执行这些任务 所以这本身呢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呢 我这个东西呢 它会去干嘛 去 执行 所以注意到 就是说 你今天这个Serv IRQ呢 它 它会跟限制在每一个CPU 然后它的 它的那个什么 对应的那个动作 然后 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在迈向RyroTime的时候呢 这段程式码 会重写 甚至某些程式码 会被弃制掉 这是要 要特别注意的 这是我们第二件事 会去探讨的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叫Testing 先把这个名词先搞 把它搞懂 在Serv IRQ的话呢 就好像提到 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 就是什么 就是里面有个很特别的这一层 Regular Tested 那这个Regular Tested 在讲什么 就是 就是它可以去 动态 动态 建立也可以删除 然后 建立一个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 就像名字上面描述的一样 就是 在英文来讲 你也加一个 L-E-T 表示一个小东西的意思 那比方说Applet Java Applet 就是说 它是一个小的程式 然后可以直接在哪里 在网页标准器上 那这个Testing 就是什么 它是一个小的什么 小的程式 执行在什么 Kernel里面 好 然后呢 特别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这里 就是说呢 基本上呢 就算有 就 就算有很多个出气 那基本上只有一个什么 一个Testing 可以去运作 然后注意到这句话呢 这句话在LeoTime的情境会有些变更 一样 还是一个 但是就是 它有可能会这样 有可能会被 被 被Pre-End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叫Vocue 那Vocue的话 来讲的话呢 就是 这个东西很好玩 就是说你看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SoIQ 跟Tested 你看这个描述 大概都可以懂 这个SoIQ 来讲的话呢 它有个什么 这边 这边Tested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你可以想到它一个 一个特化 然后 那不管是Tested 跟SoIQ 来讲的话呢 注意到一件事 什么呢 这个东西呢 是在一个 Intra Context之行的 就是 所以 我这个执行本身 它就是在这个Intra 我就看你有多少层 但是Vocue本身有趣 Vocue的这个建立的本身呢 它跟什么 跟你的Process Context有关 所以比方说有些任务 比方说像这个IO 像这个 读档写档 或者一些比较复杂的网络操作 这种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跟我的事件状态有关 所以我这边来讲 Vocue你可以去跟 这个什么 跟你的Process 状态有个关联 然后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这个Vocue本身它可以什么 它可以Sleep 所以注意到 这个涉及到 它可能会切换 然后 所以这个东西很关键 就是 所以你会发现说 我们在第二个部分的会来介绍 就是拿几个例子 来跟大家介绍 这个 这个 这个几个关联 然后就做一些实验 那这边是一个示意图 就是说把这个东西都拿来比较 好 好 那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说 这个Intelr行为 就是我们除了 除了Intelr以外呢 我们可以要求Intelr Controller 去Mask 遮蔽特定的中段 然后也可以re-level 对吧 然后呢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 注意到这边讲的ISR 是观念上的ISR 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 就是 这个东西跟 就是在那个什么 Hard IRQ的部分 所以 记得比较好的应该是把它写成Hard IRQ 所以 在Hard IRQ 就是我记得 就是赶快 赶快及早去处理 然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设计到什么 像这些什么Counted Switch 设计到Sleeping 这个不是Hard IRQ做的事情 就像莫Q刚刚提到 它可以做什么 它可以Sleeping 所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这个Counted Switch 的发生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 在这个WalkQ来讲话 注意到 这个 就是 在 在同一个系列上 有没有可能做多个 因为我有 我有那个 WalkQ会切换的话 切换这个 切换这个任务 所以它 它可以是 执行多个 然后呢 不管是 不管是受爱 Q啦 Test 这个东西都可以这样 都可以去做 去做 就是 优先权的一个调整 好 那接着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 做这个 做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例子很好玩 好 好 到底 到底做了什么事 然后我怎么去实作 好 底下的这个 底下的这个 底下有 有对应的 它是一个实验嘛 所以你可以 去撰写好 撰写一个 Intel Handler 好 然后 过程中呢 你可以知道说 呃 我要怎么去观察 例如上那个 那些 Intel的 状况 好 好 我们先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有个东西叫 AirPods 好 来看一下 AirPods 那这个很有趣啊 呃 现在的处理器来讲 有很多不同的AirPods 所以讲说 你看我这台电脑上 它有这个PCI PCI的这个Buds 好 然后这PCIBuds上呢 就接很多啦 比方说这个有DMA啦 这边你看 又看到另外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PIC Programmable Interval Control 好 那这边有Timer 那我刚才提过了 在系统上呢 有可能非常多Timer 比方说这边有Keyboard 好 那这一外呢 来讲的话 你看这边 这个东西是 00000 对不对 然后你看 这边有不同的这个PCIBuds 好 比方说这边接一个DGA 然后 我随意看 然后 那 这边你可以看到 诶 这边又对应到不同的地址 对 看这边有不同的地址 好 所以你大概猜得出来 就是 这个东西在讲什么 这边 这边 这个IoPort 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那就跟你讲什么 就是 我有各式干的这个周边 那注意到呢 这个Linux在讲 它的实作 这方面很麻烦 因为为了要 英格 Intel架构 所以这些东西写的还蛮多的 所以你看到这边的讲话呢 就是有这么多不同的周边 那当然在不同的这个硬体架构下 这个输 这个输出会不同 好 然后 然后 那在LinuxKernel下呢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 我可以一个东西叫 RequestRegion 好 那 RequestRegion呢 就是我去 我去 就是我刚才提到 其实我们从来到来看的东西 是一个编号 所以我就 比方说 我就来讲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 我这边有个什么 有一个给定的一个Port 比方说我这个东西 硬体 硬体名字叫看1 好 那我给它一个基本地址 比方说这个 4,6进入3F8 然后你就把这个东西 设定进去 所以如果说这个东西有 设定对之后呢 那你 你就可以观察出 就是这个 这个如果 这个设定有对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里面看到 你的那个 你的看1 好 好 然后再来是做另外一个 你可以在定的事上 可以做个观察 比如说你可以观察那个什么呢 观察 interrupts 这个东西呢 很好玩 注意到底下没有看到 CPU自由 所以就我们的内容 来看一下 好 然后呢 现代处理器 这个内容很痛苦啊 因为这个 比方说你看我这台电脑 CPU很多嘛 CPU 0163 45678 没有到63 对 所以大家猜出来 这台处理器有什么 有 64核 所以 这个很麻烦 然后 但是这个不影响到我们 也不用太恐惧了 这只是 比较近的那一个部分 然后呢 包含说像前面提到这个 timers 好 然后呢 之后我们会写个实验 写一个 kno module 写一个kno module 在干嘛呢 让你去观察 特定这个 特定的那个interrupt变化 好 好 然后 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是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什么 用这个 呃 系统的这个 就是统计 统计的状况 那这个东西呢 很强大啊 在那个proke 5 system底下呢 有个东西叫state 那state的东西看的还蛮多的 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 有这个 有各自CPU的 比方说我这边有64核 各自CPU的 然后呢 注意到这边有个intr 好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 就是描述我的interrupt controller 它上面的什么 上面那个行为 好 好 那我们等一下来做一个 小小实验呢 去观察什么 观察它 这些 interrupt 这些 一些资讯 以及解释呢 终于做了什么事 休息一下 好 我们继续看我们的实验 那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有 我们刚才提到的实验是这样 就是 我们看了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了 像interrupts 每一个处理器的状况 然后呢 再来是统计 就是可以看到说 比方说我这边有64个核 对不对 然后我每一个统计 然后你会看到一堆点 这是正常 然后如果继续往下卷呢 你会发现有趣的是发生了 有没有看到最后一样 solve IRQ 对吧 然后呢 上面东西呢 好像有点似乘相似 对 像这个PROCS 对 Running Blocked 像这边 有种似乘相似 然后这边来讲 诶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这个 所以呢 我们可以去看这个统计 这个统计 这个统计来讲的话 这个学问还挺大的 这个东西的学问在哪里呢 就是 简单说 如果你有机会 有机会 就是实做一个 实做一个interhandler 那你应该就可以在 这个列表中看到 你注册形态 所以我们之后会做一个实验 然后就在那边注册 注册一个 对应的那个 Handler 然后更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Innova的执行 是跟CPU是会有关联的 所以事实上 我们要去想一个很困难的议题 就是为什么我刚才 要花那么多时间跟你讲这些 这些什么 这些什么 听起来很无聊的东西 因为你看 我们刚才讲那么久都还没讲到 Linus kernel的程式码 对不对 很多人就想 我就是要看程式码 那你要去想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在哪里呢 很困难的问题是 很困难的问题是 我们实际上呢 在这个实验的时候呢 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看到 就是我们在实验的时候 看到的那些State 或者看到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执行 就是说我这个 不管是像这个 Interviews 对 我真正最终看到的是 各自CPU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以我们这个程式的分析来讲 以程式的分析来讲的话呢 其实我们呢 像那个什么Soft AIQ 什么的 我们其实也是用特定CPU为单元 所以这个东西比较麻烦 就是 像尤其说你已经在工作的朋友 或者做过这个相 或者看过类似的书的时候 因为有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说 你以前只是说 一个事件发生 我去处理 这是中断原始的行为 但是 我们今天来讲话呢 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我要知道 PerCPU 事实上在做什么事 然后 各自PerCPU上 会有 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那个操作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事 所以像科幂来讲话 你看 想说这个 Local IRQ Distable 你猜得出来这一点吗 这是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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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U上 就是Deserve IRQ 然后 底下是 Renable 对吧 那可是 像这边后面 到底实际上做什么事 像这边 下面这边来讲话 我去做什么 我去做我的那个 Solve IRQ 我透过Solve IRQ D 我去执行我的对应的 Solve IRQ 那请问 这背后涉及的操作 到底是什么 像我们之前有讲 RCU 那这件事呢 就是 IntraHandle IntraContext 跟RCU 支線的 对应在哪里 这也是我们要 要去探讨的 那 我们在第二个部分 会来 补上一些程式码 然后跟大家来探讨 就是探讨 实际上 在做什么事 那我们再继续看 那这边呢 有一份 投文片 这边有个课程很好 就是 而且它有录音 所以如果说你 听不太懂 今天在讲的东西 没关系 这边有完整的 而且是一整个学期的教材 那 有点可惜 这个教材已经有一阵子没有更新了 那上一次更新是在 2014年的 秋季 然后这个教材是在叫什么呢 就是说 这门课是在讲 Imbed System Programming 但是它用的 作为系统是Linus 所以这个还蛮好的 那这边除了有投影片 这边是有投影片 那底下点进去的是有那个 影片 所以应该就 稍微点进去 然后它有一些必要的解说 然后呢 我们这边呢 就拿 这一份 就是叫 Intra Processing and Come of Ray 这份投影片来做那个说明 那 事实上它描述东西还蛮多的 像这个 这个 像这个什么 这个后面那个 什么对应的Input Event 还有这个 之前的那些Synchronization 其实这都蛮值得 蛮值得参考的 那去看 看一下这一份投影片 那这份投影片的话 它是那个 ASU 雅力桑那州立大学 的教材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我们称为叫 就是 在讲那个 排程 然后呢 Intra 很有趣的地方是它涉及的东西叫 Preemptive Test Contact Switching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在很多那个 城市开发的模型 它就是排程方式很多种 比方说会有一种是 协同式排程 比方说我这个任务执行到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把我的执行权浪给另外一个人 那同理 另外一个人执行到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把我执行权浪给另外一个人 那 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称为叫 cooperative 的那种 scheduling 方式 但是呢 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 有一种 switching方式呢 是什么 Preemptive 然后 那Intra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在我们的系统中呢 存在两个thread 好 那threadA执行到一半的时候呢 发生一个硬体中断 那硬体中断发生的时候呢 因为处理器的状态就会跟着改变 那处理器的状态跟着改变的时候呢 我就会这时候 此刻我要执行到哪里 执行到我的isr 好 所以你看画面中来讲 isr 执行 然后呢 那 这isr执行的时候 如果呢 他也这样 他把threadB 把握尬起来 好 比方说我这个 这个在处理什么 我这个东西是处理这个 呃 网路传输的 所以原本的A是一个普通的程式 好 然后但是呢 因为我的isr进来 我网路风暴进来 好 那我风暴进来之后 我要求threadB 去处理那个什么 tcpip的操作 所以我把那个threadB 把握尬起来 那我把握尬起来 我就醒来了 好 那这时候好玩事情发生了 因为呢我要求排成 所以就这样 这个排成 那所以排成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是吗 我这个时间连 就是我就涉及到一个什么 重新排成 那因为B已经排进去了 所以你看到这边讲 我就是 我就是B呢 就继续执行 就是执行到比方说 像我们的tcpip的操作 那 那等待这个P执行完之后呢 我才真的怎么回到什么 有可能回到A 或是 有可能 因为我涉及到重新排测吧 所以 有可能有个更高优先权能够抢占我的自行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才回到我原本的A 好 那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这个 这个 Irq的自行 它就涉及到一个 preemptive 的 contest switch 好 在我的这个 interrupt return的时候呢 我会涉及到一个叫reschedule 好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讲话呢 就是 我当下我们去挑 好 这个skedule会挑出 优先锤高的任务 好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 nesty interrupt 好 好 那么这就更具体 来来跟他介绍 那所以就是说 这边来讲的话 它的level就只有2level 对吧 然后 那更具体来说的话 我们要考虑到几个 几个议题 就是说 我们刚才有提到相机IO 好 timers 注意到 timers是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然后再来是这个是什么 就是IPI interprocessor 好 然后我们这次呢 主要来探讨的东西是这个 第一种项目 好 然后 好 然后接着来看这个流程 这流程有点学问 来看一下 就是呢 就是 我们的硬体装置可能很多 然后 然后呢 我会透过一个 透过一个interrupt controller 就是 然后把这个东西 把他呢 对应到一个数字 好 所以我会把这个东西 translate一个vector 一个number 好 好 那所以呢 这时候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我们软体的观点来讲的话 我要去写 对应的这个interrupt handler 其实你就是写 就写什么 就是标你的特定的数字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我们 最终呢 传递的那个 interrupt handler handle的旗席是什么 就把那个数字 这个n 带进来 好 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讲 有三十二是 前面三十二是保留的 所以我就从三十二开始加n 就是 所以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对应到回来这张图 那你忘记啊 所以刚刚我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用组合员去写一个什么 去写一个这个 Do IRQ 然后呢 关键地方在于说呢 我们必须要让这个程式码 去找到什么 找到我们真正 真正的一个 ISR 好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后面这个 真正的 真正的 ISR呢 就是可以用细元去撰写 好 好 然后 然后 再来是我们要介绍这个 Button Hell 叫做 BH 所以注意到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没有Button Hell 最主要的重点就是降低 Intel的延迟 好 好 那所以呢 这个Top Hell 我们也称为叫做Hard IRQ 那Bunnel Hell 我们也称为叫Soul IRQ 好 那Soul 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可以重新排成 好 然后呢 先来看一下Top Hell的这个 要求 注意到 就是尽可能这样 赶快执行完 赶快赶快回应 所以要需要下半部的时候呢 就这样 就像这个 就像这边展示给你看 我赶快做完 那我需要下部的事情呢 我就喚醒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下半段的部分 去执行 用的Bunnel 好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 我的Top Hell 因为我的优先权有可能这样 会重新 会被设定 所以我就 有可能会有硬体 去有这个 有硬体设定不同的优先权 然后做到什么 硬体本身就会做到 Interrupt Preemption Interrupt Preemption 最高的一件事就是 这边讲这个 你需要加一个夸 加一个银号 赶快会找到 找到很复杂的资料 像这个Interrupt Preemption 来讲的话 这件事就 在每个硬体上 会有一些不同的状况 然后比方说呢 像Cortex 按Cortex N的话呢 它有个东西叫NVIC 然后呢 你看 为了要做这个东西 还有东西叫Nesting 跟Stacking 反正说 出了谁弄问题很麻烦 就是要考虑的议题 是很多元的 那注意到一件事 Linux为了简化 注意到 Linux为了简化 很多硬体的特性 像刚才讲 那个Interrupt Preemption Stacking Linux为了要简化Porting的难度 很可能 这些硬体特性 都没有发挥出来 或者说呢 一开始为了 降低移植的难度 所以一开始 这些机制不做 可能后续版本才慢慢 慢慢去调整出来 所以注意到 这个之间的这个差异 那BondHalf就是刚才提过的 它会去重新排成 好 然后 再来看 好 那注意到呢 这个 程序的方式 所以说 SovirIQ Tested 还有Vocue Tested 其实建构在什么 SovirIQ之上 好 这边刚才几次过了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 那Tested 就是它是动态 动态去 动态去 去建立的 就是动态去 可以去动态 新增或删除 好 那接下来介绍 这个SovirIQ 那注意到呢 SovirIQ的话呢 就是 一样它的单位 还是以CP为主 要注意到一件事 它可以在好多个不同的 CPU上 Concure 变形的事情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 在这个 我们会希望说 Io 就是以这个 SovirIQ的观点 以整整体 那个Kernel的 这个什么效率来讲 我们希望这些 Interval可以 这个这些 Interval可以 尽可能是 平行的去去运作 然后 这里面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SovirIQ允许你 注意到 允许你 在这个 好多个CPU上呢 Concure去执行 那所以呢 本身呢 它必须要做到 The Entrance 也就是说 我的 每次执行 到这个 这样的方式的时候 执行这样的一个 任务的时候 SovirIQ这样的一个 呃 程式的部分 那我的状态 就是不能 比方说我要减少 我对那个 Global Variable的一个依赖 这样 才能 就是说 才能够避免的 就是它的那个 Workspace被 被改变 所以呢 就是往往呢 我们要做到这样的程式码 你要有个对应的Workspace 就 比方说我这个 真的程式码这样走下来 好 这个程式码这样走下来 好 不会因为 你走到这边我走到这边 然后导致什么 导致共享制造错乱 好 然后 呃 注意到这个东西好 这个是跟Curnal版本有关 这个事实际上这个 这个东西呢 是会变更的 然后 那后来 后面你大概知道 后面就加个什么 加个RCU 就变得 这件事变得更复杂 那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这边说法 为什么把什么Net CGC 这种东西 把它写在这边 再次你看到Linux Kernal 比较讨厌的地方 就是Linux Kernal 的设计 实际上它是比较有弹性的 但是有时候呢 就是为了特定的行为 比较你看到网路 你看ChanceMe 跟Receive 还要特别一个 而且是写死的 编译时期写死的 好 然后 在后续版本呢 这个东西就很大变更了 那个这个 就不是只有这个 不是只有这个六个有优先权 而且后续版本 这个东西写的更多一点 好 然后 大家注意到 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在那个 在科农预设的主态是这样 就是说 当我在执行这个 受IRQ的时候呢 它是排队的 就是排队在执行 所以我今天这个执行完 再执行下一个 再执行下一个 但是在Hard IRQ很好玩 Hard IRQ来讲话呢 如果你不是Quickroll 也就是说你Enable IRQ的情况下 你是可以允许 两层的nesting 但是在受IRQ来讲话呢 就是 我们它其实是 它不会去 preend 另外的受IRQ 所以也就是说 它就像排队一样 这边做完 再做下一个 再做下一个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 就是为了降低什么 执行上的一个 复杂度 大家注意到 这个东西呢 是 之后有 就是之后的版本 就是比方说你打开那个 preend RT 这个行为会有点变更 一样 Sovir IRQ还是有一个什么 就是 还是会有一个排队执行 但是 中间过程中 可以 可以被 高优先权任务抢占 所以注意到 这个是跟你Kernel的主派有关 好 那本质上呢 K-Sovir IRQD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Cernal Threat 那就是 我就决定了 什么 在特定的处理器 要不要 要怎么去执行 执行这个Sovir IRQ 然后Test也是建构在这个 Sovir IRQ 之上 之上的一个机制 所以本质上呢 它还是一个什么 还是一个function 只是说呢 它会有一个特别的属性 注意到 这边有个特别的属性 TestSovir IRQD 所以你看那个讨厌的 TestSovir IRQD 对 你看这个 所以这个 如果你只是看 看那个Linus的Kernel 你只是看 名词解释的时候 会觉得很烦 所以我们一定会安排一些 让你写程式的 让你体验一下 这东西的考量点 好 然后注意到的就是说呢 依次呢 执行一个什么 Tested 然后 那 那本质上呢 它没有被要求一定要有entries 这个不太一样 就是 这个Sovir IRQD 是不一定要求留entries 但是这个 Tested 一次 它是一个很短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是一个特化版的一个Sovir IRQD 一次呢 只是做 做了一件事 一个 所以 所以你不用去 你不用去 去说它一定要是留entries 没有这个必要 那注意到一件事呢 这里 就是说呢 多个Tested 有可能会有可能lock in 所以 所以注意到这个 这个 它的那个 设计的思维 就是 好 然后 这个我们之后再讲 举个例子来介绍 好 然后接着讲这个Vocube 好 所以注意到Vocube呢 一般来说呢 它适用在什么 就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比方说你会看到一些网路风暴的处理 它就会设计在Vocube 好 那你说网上讲的一些例子啊 好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Tested 这样的一个例子比较短的 好 那Vocube就是比较 比较使用比较长的 好 而且呢Vocube之间呢 还会有一些什么 还会有一些 呃 按插一些 比较复杂的操作 好像什么 560呢 网路啊这种 好 所以简单说Tested 是设计的短的 然后 然后 所以就是 就是意味着什么 我自行 你编就不能自行 然后呢Vocube呢 就设了 是比较长时间 所以它意味着 它延迟会比较长 但是它就不需要 这个Atomic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在很多时候呢 尤其在那个 PySystem 还有网路啊 这个东西很常见 好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 在这个过程中呢 Vocube的设计 Vocube的设计 因为它本质上 有可能会Sleeping 好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要有一个Vega 机制 所以Vocube Vocube因为它会睡觉 好 那 因为前面的那个Tested 也是不用管睡觉 本账本账都不会被打断 但是Vocube本质上就会 睡觉 而且呢你还有 怎样 还会跟其他的 科农其他单位合作 好 所以它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 是你要 它就要去维护它的状态 好 所以特别要去注意的 好 所以比方说这边有个例子 这边讲一个Vocube例子 好 注意看这段程式码 好 就是这个程式码呢 就是我 我这边来讲话呢 这边 这边有个Vocube的结构 对吧 然后这边有个Vocube function 那 我一开始建立一个Vocube 好 所以我这边 这个什么 这个我刚才配 配这个结构在这里 好 然后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这个InereVoc 对不对啊 就是初始化一个Vocube 好 然后呢 接着我就把 把我们的任务排进去 好 所以我这边看到这边 我的这个 我这个Voc 对不对啊 那个Voc 好 配置在工作区 这里 我配置一段工作区在这里 好 然后 我就排一个 排一个 任务机去 好 好 那同理呢 就是我们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就排 你这边来讲话 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区段 好 那它的 它的 对应到同一个什么 同一个Vocube function Vocube function 那这个 function 本身的不需要 不需要去 是 具备的entrance 好 然后这边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这边就是有不同的一个工作区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来讲话 第一个工作区在哪里 就是我们配置的空间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配置的Vocube tool 的部分 好 然后呢 这 这时候呢 你可以做一个实验 就是实验之后 去看它目前的一个状态 好 就可以观察一下 好 我们先有点概念 然后再 就是我们 这次来 就是一样 就是先讲 比较 概念性的东西 好 好 那 接着呢 好 接着东西有点 有点学问 就是接着呢 我们要考虑到那个 Multi Core 跟 Thready IRQ 好 那这件事呢 就会有点麻烦 好 我们现在讲这个 Thready IRQ 这个部分 Thready IRQ 是整个Linux的课论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变更 就是在这个 考虑到 Linux 卖一下 RioTime 要特别去考虑的事情 我们来看看 那说明用这一份 投影片来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的那个 一些背景观念 我之前做了一份 投影片 来讲 主要是讲RioTime 但是前面有很多东西 就是跟大家 介绍这个RioTime的处理 你可以看到 我们讲RioTime 很好玩的 RioTime处理的很大笔 都在讲什么 讲Intel Handling 然后呢 讲这个Latency 那Latency 本身Rio又迟到 就很多东西 还是跟Intel有关 我们跳过这个 RioTime有关的部分 好了 我们就讲这个 Intel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这个Intel Handling 跟Country Switch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 就是说 本质上呢 ISR 它的执行 就ISR的那个 它就意味着什么 它是Pre-Anti 是抢占的 Context Switch 这个观念很重要 这个 这个是一个 被确保 但是呢 它的后续动作道理是什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回顾一下 什么叫Context Switch 这条Context Switch 在不同的书籍 材料 会有不同的定义 所以我这边只是写一个 比较粗 副略的一个说明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Context Switch 其实在做什么 就是说 我们会有一些 概念上的一个任务 概念上的任务 或者概念上的一个程式 那在执行的时候呢 会有什么 就是执行的时候 我们在特定的情况下 允许它被打断 为了什么 为了另外一个任务可以执行 就像我们这个Intel一样 我一般就是一个程式 但是呢 我在特定的情况下 我允许这个中段发生 比方说 外部的那些 Io做完了 或者那些timers 发生了 我每 假设我的timers 是每10ms 出发一次 所以我每10ms 就在干嘛 我把目前的时钟 往时钟的Count 往上加 对吧 我才知道 我现在CPU 我才知道 现在系统时间是多少 那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什么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 我们讲的这个task 是一个概念上的 但是context switch 它不是概念上的 它是真正有去做的 所以势必呢 我要把目前的这个 目前的任务 目前的常识本身 它的状态存下来 所以比方说呢 这个local的stack 就是我要存 我要有个地方 把这个 资讯把它存下来 但是存的方法也很有趣 有可能是一个localstack去存 也可能透过一个系统的stack去存 甚至有个特化的CPU站里去 专门来存那个 这个东西在一些特定的一些 那个DSP会出现 为了去加速context switch 好 然后呢 再来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要存东西呢 其实很多 所以比如说 我要存站里去可能很多 所以这个 事实上呢 有些处理器 还允许说 你可以只存一小部分 好 然后呢 如果我们把它看一个示意来讲话 它大概是长这样 出一个出一个 大概就这样 所以我能够执行到这边 那在这个时间点 注意到 重轴是时间点 那越往下面就是 越新 那所以比方说呢 我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 发生什么事 就是中单发生 中单发生呢 我就跳到了ISR 但是我ISR在执行区前 我必须把原本的程式的context 存起来 对吧 不然我之后没办法还原 那这个ISR执行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个 intro发生 所以呢 我这时候出发到一个什么东西 我说要nesty interrupt 对吧 好 所以我就一样 还是把这个context存起来 然后做完之后呢 要什么呢 就是做完之后再还原 好 那还原呢 再还原 所以看到这个叫nesty nesty interrupt 所以大家就解释过 对吧 好 然后 那我们这边举一个很特别的intro 它叫做clock intro 注意到这东西特别重要 不止在liophan 事实上在linus来讲 它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我们考虑到很多 像这个排程 像有个排程的那个演算法 叫做ron robin ron robin本身他不看优先权 那ron robin看什么 他看时间间隔 所以比方说他每一个time quentin 这边 或是每一个时间小间隔 我们可能叫time slice 所以不管每 就ron robin只是这样 每次的time quentin 或是time slice 时间到 那就切定位的任务 那时间到 再切 所以注意到 所以像那个 ron robin不看优先权 他只看时间 所以想当然你 这个时间就很重要 对吧 所以看到 在这边示意来讲的话 你看到一个是什么 就是说我硬 有一个硬体中断 有一个硬体的这个 有一个硬体的timer 那这个 这个timer 每个 假设我们 有设定每个10ms 触发一次中断 所以触发一次中断 那我就一个硬体的一个 就是dispatch 就真的告诉CPU 哎呦 应该停下来 去给我处理这个中断 那所以对这个CPU来讲话很好 他就每隔一段时间 他就停下来 那你就会跳到我的isr去执行 那我isr可以做什么事 然后表作更新我的counter 好 所以在这个 我称为这个就是叫tick 的wants tick的wants 我们要先搞懂一个 词汇 就是一个东西叫tick 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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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比方说呢 在这个很多作业系统里面呢 他用的这个术语 我称为叫做tick 好 这个tick呢 是 就像那个你在真实事业看到的 滴答滴答 就是tick tick 好 然后呢 在很多作业系统呢 不然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 作业系统叫friatus 好 那这个 不然friatus在内的作业系统呢 它会维护一个东西叫tick 所以比方说呢 像我刚才提到 假设呢我每10ms 会触发一次time and interrupt 那我就会把tick count 注意到 我们在作业系统来讲的话 排程器 它需要像lonalbin的排程 它需要一个什么 时间 所以我就要去检查一个时间 所以我就有什么呢 我就只有这个tick count 所以你看time and interval 注意到这个是一个词义图啦 真的程式码没那么简单 就是我就干嘛 increment 我的tick count 好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这个tick count呢 增加到一个程度之后呢 诶 我要不要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对应的操作 好 所以不用说你看 我就切到对应的任务去做 好 那这件事都做完之后干嘛 我就 我就返回 好 所以这个time and interval 它等着可以很单纯 好 就是像那个 像刚才来讲话的 我如果整合到 我们刚才提到的 也像那个long robbie 对 那就是这样来什么 每隔一段时间去检查 我是不是该排成的 该排成事件发生 我就排 好 然后注意到呢 就是事实上的这个时间间隔 它有好几种形式 其中一个形式呢 是固定的间隔 就每隔一段时间出发的 好 那另外一种呢 它是没有固定长度的 注意到啊 你看到它是每隔一段时间出发 所以它的那个周期 时间周期固定 但是呢 有一种形式很特别 它是变动周期 好 那第一种称为叫tick based 就是说它是有固定的 固定的fixed time quantum 这会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呢 有一种interware很特别 它的 它不是固定的 它是会变动的 那我们思考一下 为什么要设计这种变动 这个先来讲一下原本的这个模式 比方说你的手机 比方说我这个画面好了 这个画面显然这个手机在干嘛 在休眠 它如果没有休眠的话 手机应该会热热的 那我现在摸它 其实凉凉的 好 但是呢 如果呢 你的手机是长得像画面中这样 那就很麻烦了 你看到 我有个固定周期的一个time interrupt 也就是说我每隔一段时间 假设我今天设定为 1ms 会怎样 会触发中断一次 所以也意味着什么呢 一秒钟要执行多少次的ISR 要执行1000次的time interrupt 假设我 要执行1000次的time timer的ISR 好 换个角度想 你每秒要醒来1000次 好 所以虽然你手机呢 已经休眠 但是其实你每隔 就是每隔千分之一秒 也就是1ms 你要醒来一次 好 那这醒来 他醒来是为了干嘛 他醒来就是为了 去做画面中这件事 可是因为我在休眠啊 所以往往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做 所以我只醒来 也会睡不去 这次你们会发现很熟悉 你在床的时候就是干这种事对不对 你在床的时候就是去看一下 就是假设你今天9点要出门 好 然后结果那个你就设一个闹钟设定了7点 然后就是想说 我证明一下 然后再证明一下 证明一下 好 那所以就是原本那个设计 对啊 所以你看发现 其实这很不好 这个 我就要干嘛 平凡的醒来 睡觉 平凡起来睡觉 好 所以后来呢 系统发展另外一个东西叫Tickless 注意到啊 就是说 呃我们讲的Tick就是说 会 固定的 增加的东西叫Tick 好 那如果呢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作业系统本身呢 它没那么依赖Tick 注意到 它不是把Tick丢掉 Tickless不是说没有Tick Tickless还是有Tick 只是它没那么依赖Tick 好 那不依赖Tick 我依赖什么 比方能考虑一下这只手机 以手机来讲 它什么时候才需要真的醒来 好 比方说我按了一下 好 按一个按键 显然这个画面都是有东西的 对不对 好 那对手机来讲 它只需要怎么样 它现在特定的收起来 它不需要 每千分之一秒醒来一次 这个不需要嘛 这个浪费能源 然后 所以我只需要怎么样 甚至按按键 或者网路风暴进来 我触发一个其他的事件的时候 其他的Internet的时候 再醒来 好 所以如果说你的作业系统本身 它可以设计成 它是由外部事件驱动 它没有那么一代Tick 好 我们就称为叫Tickless 好 所以换个角度想 如果呢 你去看那个 那个Tick 出更新的那个时间间隔 它就会忽长忽短 注意到 原本是固定的 就是固定的time content 去触发中断 可是因为这边来讲话 是有事件我才会醒来 没事件我就 我就继续 就说下去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这个Tickless 这东西呢 在Linux Kernel已经整合进去了 那Tickless 这个东西呢 在Kernel来讲的话 应用层面有很广泛 就是在这几年变得非常重要 两个东西重要 比方手机 那不是手机 不是只有手机 包括平板啊 或者是那种消费金电子 包括一些IoT 那Tickless呢 就是会被认知是 是可以节省很多电 但是因为Linux Kernel 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考量 Tickless 没办法省了电 冰箱中的多 其实没办法 它可以降低不能功耗 但是它可以 但是它其实 它什么电相对有限 但是Tickless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它降低了 interrupt的总量 尤其来自Clack 换个角度想 它也降低了 像Nasty Interrupt的发生的情况 因为像我们前面讲 Nasty Interrupt发生的时候 其实它怎样 无可避免就是会有些 任务被拖延 但是Tickless 因为它可以降低总量 interrupt的总量 好 这也是为什么 你如果去观察这个 像画面中这种东西 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很难懂 这个 好 就是说 应该把它应完 像这边来讲的话 对 像这边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什么 就是 你可以看到说 不同的CPU 其实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那个 interrupt的数量统计值 你可以先把那个 前面那个数字 当那个数量 你会看到数量 其实不太一样 有些呢就比较低 比方说你看到这个17 就比较低 那一些数字呢 其实显然高一点 对不对 像这边来讲有5639这种 就显然高很多 那底下一些数量比较低的 那底下是2080 所以看到说 诶 正面来讲有确定到什么 就是每一个处理器 然后尤其打开Tiklis之后呢 它们各自的CPU 其实它那个什么 它那个醒来时间点 它们会不一样 就由这个事件驱动了 先有这个概念 然后除了这个 消费性电子以外呢 其实这个东西对Server 对你没听错 Server 所以你看 Ninx各种发展很有趣 你看 从那些路由器 从那些IoT装置 从那些手表 然后到那些 超级电脑 或是什么 什么太空探测器 基本上都有直行Linux 但它用的很多程式码都是共用的 像Tiklis这种东西 不是只有在消费性电子 在Server也会用得到 Server用Tiklis有什么好处呢 简单就是说 它避免这些intra碰撞 然后它也可以降低 来自像是什么 虚拟化这些成本 这我们之后来探讨 那所以在Server来讲话 这个东西 当然以为这个功耗也会有影响 简单的定义是说 我一个重要的任务 排成 到实际上执行的时间点 所以你看 假设今天有个 红色的任务 就是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任务 那我在这个时间点 有个中段出发 它中段 重要 所以我一个重要的任务 在这个时间排 但是很尴尬的地方是什么 尴尬的地方是我这个时间点 才真正去执行 所以我就把这样的 从排成到真正 真正执行到这样的一家延迟 或者换个角度想 就是说 你可以想像是这样的 子弹 子弹那个射击 我在 A这个时间点 急发 对 还记得吧 但是真正到终点 可能会有个时间差 那这个时间差 我们就称为叫做latency 然后这个东西很好玩 Linux来讲话 我们要追求这个 RewTime 往往的追求的东西 就是要去降低这个延迟 为什么 因为RewTime在的地方是 我一个重要任务 它能不能在什么 指定的时间内完成 RewTime其实它没有说要RewFast RewTime在的地方是 我能不能在指定的时间内 完成特件任务 但是这种延迟 往往就是让Linux 没有办法成为 这个RewTime的 作业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今天讲 那个Linux迈向RewTime 基本上就是缩点的延迟 让重要任务 可以在什么 可以 尽可能在时间内完成 它可以抢占 不是那么重要的任务的事情 包含 不是那么重要的interrupt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 来讲话 如果我们弄个示意图 像画面中这样的一个示意图 所以就是说 事实上的 Intra这个触发 就是这样 硬体触发一个interrupt 但我真正回应了 其他回应的延迟 这个来自一个硬体的 硬体的一些限制 我们这边叫做 IntraNetflix 这个东西往往都来自硬体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interrupt ISR 其他执行是要时间的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什么 那我们就 为什么要拆成TOP票 跟BOD票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呢 占用时间越长 那你觉得 往后拖远就越多 那反过来说呢 我这边架极早执行完 然后呢 我其他地方我可以重新排成 然后下半个部分 就是 不是那么 在意时间部分 我可以重新排 重新排成 然后呢 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了 这个东西也好玩 就在哪里呢 就是这边有个东西叫 这个叫 schedule latency 就是说我是让我的排成器 在真正挑任务之前 真的让排成器执行之前 其他也是有个延迟 然后呢 这个排成器挑到我想要挑的任务呢 本身的意思啊 会有个dura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所谓的kernel latency 就是interrupt latency加 Handle 就是interrupt handle的duration 再加schedule duration 再加这个schedule latency 好 那我们先来讲这个interrupt latency 注意到就是 这个东西呢 有很多来源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 简化成这几个 就是 第一个来源 就是来自我们刚才提到 interrupt disable 这也是Ninuskno 一直在努力的部分 在有些地方 无可避免就是有 interrupt disable interrupt的部分 像这个spinlock 所以Ninuskno 为了这个部分呢 还把这个东西把它拆成什么 拆成lowspinlock 跟这个就是最原始的spinlock 跟比较高阶的spinlock 那高阶的spinlock来讲 本身呢 它不会看到 disableinterrupt这个东西 它会拆给那个 低层的spinlock去做 然后呢 在那个printRT来讲的话呢 就Ninus 迈向六二胎来讲的话呢 会把spinlock 转成 可以sleepable 所以可以做 可以睡觉的 所以这个 这件事很好玩 就是说 很少很少去 要做 disableinterrupt 因为一旦disableinterrupt 的时候呢 我整个 整个interrupt的发生 就是 就是这种发生 到真正处理的事情 就往后拖了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好 那但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无可避免 某些这个 divide driver就是没有写好 或者没有考量好 它就是 会很仰赖这种 disableinterrupt 这种心味 然后呢 再来是呢 类似来源 就是有这个 就是有一些 共享的这个 IRQ line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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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亏很麻烦 就是说 因为有共享嘛 就会有一些 讯号 硬体讯号一次的问题 同步的问题 这个东西也是要考虑进去 然后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就是因为interrupt controller本身可以去设立不同的优先权 所以我们前面不是提到像有些硬体比较特别吗 像arm 它可以做什么 interrupt preemption 所以高优先群的 高约群的优先群的interrupt 可以去抢占 第一优先群的知情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优先群的interrupt 就会被 被往后 就会拖延 好 那 但是其实真正关键是什么 真正关键还是这个 就是disableinterrupt 所以这个linuxcon 正在努力的做这个部分 这边也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好了 所以在那个linuxcon 来讲的话 常常会遇到说 旧版的debuy转是可以运作的 但新版本可以运作 就是因为往往旧版可能是因为没有考虑好 所以这个有些没有考虑好的那个debuy转 它就限制什么 就被受限了 这个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然后再来是什么 就是interrupt handle的那个duation 那么刚才讲过就是说 我们会分上半段跟下半段 然后 上半段要赶快回应的 那下半段呢是会怎样 会去重新去 重新去排程 透过这个 透过那个 Case of IRQD 这样的东西去排程 好 然后呢好玩那边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提到这个 这个bunhead 它会去设计到 它设计的动作其实很麻烦 它会设计到 比方说有这个wake up wake up不同的其他的task 然后不然说前面讲到那些work queue 这种议题 就是它会需要这样的合作 那这样的东西呢 其实很麻烦 这还是会有一些延迟 所以注意到 这个本身也是要烤进去的 那除了这以外呢 有哪些议题 要会让我的这个系统延迟 就是 其实这个东西是因为很麻烦 因为在我们前面提到 在soirirq的执行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接着一个去执行的 那soirirq本身 每一个执行 它不会去抢占 那所以这个东西有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当我一个重要的任务发生的时候 在有个重要的任务排程的时候 那因为我呢 这个soirirqd呢 它可能有个悲剧是 它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去 去执行 所以能够抢占它们执行的 只剩下hardirq 这个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期望来 以reotime的需求来讲 我的一个重要任务排程的时候 有可能是这样 假设它每100ms要执行次 所以变成说 我原本可能执行这个soirirq 执行到一半 那我一个重要任务 比方说每100ms 排一次要去执行 但是这个时间点 因为我的soirirq还在执行 这件事就往后拖 这不是我们期望的样子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 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个结论 就是 其实如果说你要迈向那种 hardiru time的设计来讲的话 最好就是把soirirqd soirirq丢掉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看到的soirirq 它的存在样本会不一样 这个是在linus 在迈向那个hardiru time 也会做的事情 在paintirq的讲话也会做这件事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这个 它实际的执行会长的什么样 看一下 实际的执行来讲话呢 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 fredirq 就是说 我们会把那个irq 当做什么 当做一个kernel thread去看待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是 好 那你看一下就是说 原本的执行是讲这样 就这边有一个 上面有个东西叫做interval context 所以你会看到什么testlet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些irq hardirq 这些东西 soirq 基本上它都是一个所谓的interval context 是原本的设计 然后 所以你会发现 有一次地方是什么 就是 我这个tapel 执行馆 然后我这个soirq 然后 接梯去执行 只是说 soirq执行的时候可以往过拖 好 但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任何一个重要的任务 要执行的时候呢 就是任何一个重要任务执行的时候呢 必须怎么 等待这些东西都执行完 才能够去执行 这是原本的执行 所以 再换个角度想什么 换个角度想就是 interval context的执行 它永远有比其他的task 来得有更高优先权 因为它强 就是 就是说我任何一个任务 不管优先权再高 我这样 都要等待这上面执行 好 那我们等一下来探讨 在playrt来讲 做了什么调整 然后还有什么变革 然后先休息一下 好 继续来探讨 我在这边提到就是说 在原本 liners kernel 它这个 interval 会 在 就是说 我不管有多重要的任务 在执行的时候呢 就是 我势必呢 你看 旁边都看到这些 user context 就是一般的user program 那 这个东西的优先权 不管这怎么高 我都要等到 interval处理完 而且 因为它又又又因为它有区割成 top help 跟bump help 所谓 那所以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你这两个东西都要执行 才能够 这些user的重要任务才能够执行 那 这 也因为这个状况 很可能 重要的任务 会因为 irq 整体的irq 处理 而被拖延 所以意味着什么 有可能会mixed daylight 就是 超过我们指定的这个 时间范围 所以在这个print rt 来讲的话 这是终极 liners 迈向hallow time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调整 对照这张图 跟下面的图 你发现天哪 这完全不同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发现这张图呢 发现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先看这个 这是user的program 对吧 user program 那你发现 扣掉user program以外 其他东西都是面部全非的 对 没错 所以你看到 这种精神套版 不管是test it timer 或是什么 一些其他的interrupt 不管什么样的部分呢 它都是一个什么 它都是一个kernel thread 然后呢 除了上面 我称为叫node delay interrupt handler以外 其他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 都是kernel thread 所以这个 所以这边kernel thread 就有不同的优先权 然后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很酷的地方是 你的user program 只要优先权够 它也可以抢占 这个其他的kernel thread 所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说 今天我一个任务够重要 那我就可以在 几乎在绝大多数的时间点 去抢占任务的执行 从而确保最高优先权任务的 可以符合我的时间要求 就是这个dayline的时间要求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那请问上面这东西叫什么 叫no delay interrupt handler 这东西是什么东西的 就是你可以Google搜寻一下 no delay 的interrupt handler 一般来说就是timer timer timer的interrupt很特别 刚才提到 像以这个 FreeAtos来讲 它的timinginterrupt在做什么 就是更新tick 然后还有一些 涉及到一些排成相关的事情 那 所以这边来讲话 就是 这个东西 为什么它名字叫no delay 意味着什么 它不能被抢占 所以 因为它不会被抢占 所以它就不会 就不会delay 但是扣掉这个 扣掉这种timer interrupt以外 绝大多数的这个 interrupt handler 都是可以被抢占的 所以注意到 这是一个 完全不同的一个观念 所以我们称为 这件事叫什么呢 我称为这件事叫做 这件事叫做 这件事叫做 threaded IRQ 然后 所以这个东西 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先来看一下 我们大家看到的目标 先来看最早的names kernel 最早的names kernel是这样 就是说 最早的names kernel只有在 user space才会 preemption 就是在user space 才会有 高的优先权 抢占低优先权 在kernel more 是不完全去抢占的 所以你看 preemption在什么时候发生 回到user more 所以如果说 你画一个这样的示意图 kernel里面 注意到 这是kernel的图 kernel里面只有回到user space 那当下才有办法 发生preemption 所以不是完全没有preemption 而是这样 而是只有在 回到user space的时候 发生preemption 然后 那当然这个东西 问题是很大的 那后来呢 有个东西就是自愿 自愿被preempt 那就是说你标一个程式码 那可以标 上面标一个什么 某些地方 你可以标mindslip 叫做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操作 甚至一些 一些IO的东西 可以上面标一个mindslip 所以呢 跟刚才比起来的 除了原本 返回到user space 的地方以外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不要说 你可以去返回preempt 然后呢 再另外一个东西叫 config preempt 注意到 config preempt 来讲话呢 是 是很多 很多kernel 会打开的这个选项 所以 比方说这个 自愿被抢占 就是在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像你可以看到 我这边的kernel的选项 就是说 我们 刚才看到的那个 看到那个 是哪一个呢 是 是这个 这个 就是num 然后呢 在很多的kernel 它会开 比方说开这个 自愿被抢占 或者是这个 这个 再我们称一下 express it preempt 那 如果是express it preempt 来讲话呢 你看喔 可以被抢占的区域变多了 所以它看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叫做 preempt count 所以就是 我就可以明确 就是扣掉 我们 就是它就用看这个 preempt count 所以只要 preemption 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就preemption count 等于0 那反正它就是 你就去想嘛 我就有点像那个 像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 有个技巧叫做 reference counting 就是说你今天要去 比方说你去配置机体 那 配置机体 那我要知道什么时候要 该释放 就是说我每次配置的时候呢 就标一个 标签 标个 这个变数 加1 所以我用它的时候加1 那什么时候可以回收呢 就是 没有人用的时候 就是 我用完 我就每次就把那个变数剪掉 所以preempt count 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 我那个 preemption 在什么时候 请大家去用了 就是说你去标 preemption count 你如果标 我不能被preempt 我就标加1 那所以我只要它变成0的时候呢 就变成0 我就可以preempt 所以你刚才 多数情况下 它都会被preempt 然后呢 但是呢这个东西有个问题 就是说 呃 呃 呃 什么时候呢 这个我们说 就是这个东西 我称为的preemptable 可能 当然它是preemption 在什么时候会发生 除了一开始 我们就讲的是 回到user space 什么发生 然后呢 从 irq handle 返回的时候呢 也可以 也可以发生 所以注意到这个 这个设计啊 这个很有趣 好 然后 那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要做到这个fully preempt 好 那fully preemptive 好 那这个东西也是preempt RT在做的事情 好 那 所以它就是在这个档次 好 在这个这个config preempt 再加一个呢 再加一个额外的一个 一个 一个一个操作 好 所以几乎呢 每个地方都可以preempt 好 除了你明确说哪个地方不准preempt 好 然后或者说interrupt disable 好 所以扣掉这个不准preempt 或是interrupt disable的区域 都可以被preempt 好 所以即便是 呃 spinlock 即便是irq的 就是interrupt context 里面也可以preempt 好 所以为了这件事呢 linus可统必须做的 非常大的变更 所以看到这个 好 这变成大根就是什么 就是 呃我们spinlock不在 disableinterrupt 好 所以这个 这也是linus跟很多 作业系统 或者对应到这些恐龙数的描述很难懂 恐龙数在跟你讲说 spinlock不准 不准发生排程 所以其实不对 也不是不对 这就要对一半 我们底层spinlock 是不准发生排程 是对的 但是呢 上层spinlock 就比方说你在pnRT来讲 是比较上层spinlock 它是可以 可以被排成的 资料者 因为这件事为了符合这个pnRT的需求 好 那换个角度想呢 localirqsave 这些操作呢 它怎样 它也不再去disable 这个 how it interrupt 所以注意到这是在pnRT的一个情况下 好 所以我们以后探讨那个irq 你还要看我在什么样的preemptionmodel 再讲一次 我们今天看了interware 它绝对不是那么单纯的事情 因为它涉及到 kernal preemption 你当然有很多选项 你当然可以完全完全不开 你当然可以完全完全不开kernal preemption 对吧 你可以开pnRT 但是你开资源排成啊 或是explicit preempt 或是preempt 这个东西都会怎样 都会有不同的这个行为 所以要特别特别注意到这个议题 然后接着我们要讲另一块东西 叫threadyirq 注意到 threadyirq呢 这个东西就不是只有preempt 才有 虽然它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要支持preempt 但是 threadyirq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 threadyirq的目的是什么 希望 interware 希望这些isr 它可以变什么 它可以转化成一般的kernal thread 所以你可以思考就是 既然 irq 就是那些interware handler 可以转化成一般的kernal thread 这意味着什么 诶 那我们刚刚讲那些 这些test it 会不会被换掉 这是一个好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说 现在kernal开发者也在讨论 不是现在 讨论这些 讨论这些 讨论这些是 包含说这个tastic 要不要被threadyirq 替换掉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不是只有realtime 我们很常讲realtime 那是因为我在意 但是不代表说 不代表说你踢到realtime 就要跳过 不是 因为realtime 对linstkernal影响太大了 即便linstkern只是 做这个消费性电子的 或是server 但是这个东西还是会有影响 好 那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 在 printrt的情境来讲 interware handler 会被切换成 我们称为叫threadyinterware 那threadyinterware interware意味着什么 我的interware 就像一个执行序一样 所以执行序就可以被人家抢占 所以你看到画面中这个东西很好玩 好 我们来思考一件事 就是这个时间点 注意到 这个时间点 触发一个什么 触发一个hardwareinterware 好 然后呢 在这之前呢 其实有个什么 其实有个 低优协权任务 L表示低 H表示高 好 那你看我之前有个比较 比较低优协权任务值起来 好 好 然后呢 接着呢 我的 接着我执行到我的schedule 就是我的schedule 排入一个高优协权任务 而且排入成功 所以你看高优协权任务排进来了 好 但是呢 刚才提到 我们有个中段发生的嘛 就是中段一发生 处理器模式要改变 这跟作业性有没有关的 就是处理器 模式改变之后 好 那我就要执行我的IRQ 可是呢 以前的IRQ会怎样 一路执行到底 所以会导致不可避免的延迟 那Threaded IRQ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它就是会转化成一边的那个IRQ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好 这个东西很老板 所以它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真正执行的时候是一个IRQ Thread 注意到 所以它是一个IRQ Thread 那这个IRQ Thread呢 它以前是一发生硬体的中段 就会跳到IRQ去执行 可是它现在变成一般的坑多Thread 所以你看 我真正执行的事情排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我优协权 这个任务优协权过高 所以我高度优协权任务 我可以在什么 在那边执行到一半的时候呢 我可以干嘛 我可以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有一个preension point 去干嘛 去抢占 就是我去排 我会问这个 问Schedule说 有没有更高优协权任务 Schedule告诉他 有 我这个高优协任务执行 那因为这个优协权很高 所以呢 我这个执行完 我的IRQ Thread才有办法继续执行 那当然IRQ Thread执行完之后呢 我的第一优协任务才能继续执行 所以注意到 这东西呢 从2.6.3.0 已经有执行 已经有加进来 所以呢 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会发现说 有两个东西 在我们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呢 会记 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说明吧 像这个Request Thread IRQ 跟Request IRQ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的发展很关键 这个我们在第二部分的时候 会再继续继续探讨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东西的那个执行 好 那这个东西的执行呢 导致一些很麻烦的状况发生了 就导致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执行这个 这个 任务呢 还要看什么 就是原本呢 你在 你一本来讲话呢 你看看他在讲话 你看这个 SET 这个Thread IRQ 那你会有这些什么设定 一些必要的操作 然后呢 这两个东西呢 在设计上来讲的话呢 因为我们把IRQ 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 转换成一个IRQ Thread 所以整件事来讲话呢 这个执行有可能会拖延 以及这个执行有可能这样 会被抢占 所以在你撰写的过程中 就要思考的东西就不一样 所以这样 Thread IRQ其实麻烦在这里 当然它有个很显然好处 就是 延迟 但我们讲延迟是对谁 对高优协群任务延迟 第一的任务永远是被牺牲的 这是 这是普世皆准 那么来看一下 水底IRQ的这个意义在哪里 所以你看 最早呢 我们讲这个Vanilla 就是没有变更过 然后 Kernel Preemption 没有打开的情况下 所以比方说呢 我有个任务执行到一半 然后发生一个中断 所以Interval Handle 执行多久 我的任务就要被中断多久 这是原本 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好玩的地方是说 如果你的Interval 是转换成Threading Interval 就变成说它的那个Interval Handle 就像一个 就像一个Threader 好 那所以呢 只有在一发生Hot IRQ 而且呢 而且是在非常前半段的部分 那我 这个时候我就去执行到一部分的时候 我就趕快重新排 重新排成 问说有没有更高优秀的人物 好 他翻译什么 是这个Test 1 就是让Test 1 继续执行 那所以我的Interval Handle 会被拖延到什么 拖延到这扣面去 之后才会继续执行 所以这个东西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底下一个示意图 这个示意图在讲什么 就是说 如果你原本 像上面那样子 就是说 我任务执行 然后要等Interval Handle 执行完 所以我的 就会被拖到很后面去 反过来说 如果你今天是可以设计成这样 像中间那个模式 就是说 我任务执行到一半 然后突然发到Interval 所以他只会打断一下 然后再快速及时支持 所以他真正被拖延的时间 只有那么一点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 所以换个角度去想 在Curnal里面 很多地方都已经是pre-endable 有能力被pre-end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 这件事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 所以被唤起的这个process 可以很快的 很快的被 被开始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以前的Interval Handle是这样 一关卡一关 还记得这关 一关卡一关 所以Nasty再卡下去 所以我一定要反 从Nasty如果最深层 我要回到上一层 再回到原本的 但是呢 因为我 我们把Interval Handle 转为Threading 所以我只要能够去 Wakeup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 Interval Contest 我就是一个Thread 所以我只要优先权高 而且我CPU 允许我去执行的时候 我就可以快速去执行 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 这个是 我们除了有Request IRQ 还有一个叫Request 3D IRQ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就会有个优先权 所以注意到 以前 Interval Handle的优先权取决是什么 Interval Controllers 给定的优先权 但现在不一样 我们现在可以用个软体的界面去设定 所以可以看到说 在这边讲话 设定是什么 Interval Handle的这个Thread 然后设定一个Sovir Q Thread 其他的Kernel Thread 而且这样 可以一视同能当作这个什么 当作一个Kernel Task 去看待 所以这张图的重点 就是说 我把所有的Interval IRQ 当作一般的Kernel Thread 然后呢 它可以排成 然后呢 因为中断而延迟的时间点 就说的很小 只有这个状态切换 还有这个 在最早 那个 Top Hell 最早 那个前方的设定 好 好 那接着呢 就是 所以 我们刚才就是 期待讲这个 就是说 这是Kernel Thread 设计的思维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份 投影片 这个投影片也是很棒 这个 这个是在 这个 我等一下怎么说的 这个容许是在 Embed Linux Conference Embed Linux Conference 就是这个Linux Foundation 举办的这个研讨会 它在办的非常好 而且 因为 就算你不缴钱 就算你 时间不允许不能参加 也不是不缴钱 你不是不愿意缴钱 应该是没空去 但没关系 有很多录影 就找得到 所以你可以 比方说你可以 可以把这些演讲 标题 Google搜寻 丢到那个YouTube 去找 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 然后或者你去订阅 那个Linux Foundation 的电子报 很值得去读 其实因为现在Linux Foundation 不是只管Linux kernel 只要跟open source有关 或是一些 站到边那边 比如说这个blockchain 这个东西 Linux Foundation 也去管 那最近来讲 像去年的宣布说 那个 有个叫LF Energy 顾名师就是Linux Foundation 给你去管 Energy 所以不要管 能源管理 给你一个提示 能源管理也跟blockchain有关 所以我也去做了 那这个 这不是什么新梗 那你自己找看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查一下 我之前在Mocam的一个演讲 就讲那个 能源 进入能源领域 我们作为软体的人 可以做什么事 其中区块链 我扮演一下重要的事情 而且 Kernel 跟这个还是有点关系 好 那这个 这一次演讲里面 就是 有一个开发者 她叫Edison 是一个大姐 这个 她有一个domain很嗨 叫 shedeveloped.com 就是 其实软体开发者 女性的软体开发者 还蛮多的 就是说如果 我们把 那些什么工业设计 网页设计 或是一些 视觉设计 都涵盖进去 然后 人音工程 那些议题 其实 女性的软体开发者 我感觉还蛮多的 没有很精确的说 但是在科朗里面 就少很多了 科朗里面的开发者 很少很少 那Edison 她是Edison大姐 她就是 在这个领域 做得很好 而且她专攻领域 那我也是因为这件事认识她 然后 她这个很有趣啊 所以说你对她有什么技术问题 要跟她讨论 她回的蛮快的 就是 其实参加研讨会有时候 就是认识这种强者 就是 愿意跟你讨论问题 然后愿意 当下 就帮你 排除一些技术问题 或者引接更多 很有乐趣的人 而且见面三分情 如果可以的话 你应该去参加这种研讨会 好 那这个研讨会呢 注意到 就是这研讨会里面呢 它里面这个议程有趣 就讲这个 Hot IQ Sold IQ 3D 3D interrupt 然后到整体的这个 pre-entable 那这个演讲呢 这个议程呢 它就是有一些相关的 所以它跟你讲说 这个相关的议程 你可以去看一下 大家看到吗 Google 注意到 Google是很在意这个 Due Time为什么 Google自己有搞自驾车 好 而且Google背后的那个 Data Center里面呢 有很多也是 也是很在意这个 realtime 好 然后 我来看一下 所以就是 前面那个 它这个 这个 简报呢 很有意思 就是 它就跟你讲 回顾这个IRQ Hot IQ Sold IQ Test date 然后再什么 再是 像这个RT 跟哪RT 注意到 这个 一直到现在为止 RT 跟哪RT还是很大的路 但是 就是以后呢 这个分点 可能会变很小 然后 这边跟你讲什么 去观察 观察什么 观察那个 Intel发生做法 而且可以用到EBPF 你看这个 一个Linux Kernel 一个很厉害的黑科技 所以我们可以在Linux Kernel 注入一小段程式码 用这一小段程式码 来观察 Linux Kernel的运作 因为这段程式码 是在Kernel里面运作 所以它不会平凡的说 因为以前很多监督方式 就是说 我Kernel做某些事 然后回报给User Space User Space 下指令给Kernel Space 所以平凡的Counted Switch 平凡的传递资料 这个东西不是 EBPF是 它就是一小段程式码 注入到Linux Kernel里面去 做一对事 然后再回报给User Space 或者做一对事 然后最终 把资料醒来某个地方 所以过程中 不需要平凡的Counted Switch 不需要平凡的模式切换 最重要的是 它还是很安全的 虽然你提到 注入程式码觉得很恐怖 但它其实它是在Kernel里面的 Virtual Machine之行 我们在Linux核心设计 里面有一个讲座在讲EBPF 这个东西超强大 然后 艾森大姐 他也跟大家介绍 如何通过EBPF 所以我们在第二个部分 以来介绍 来说明这个 如何善用EBPF 好 然后 有些重复我就不讲了 然后 注意点 即便是单工的系统 或者一个Broad 听起来没有 跟讲到你要从网路开机 网路开机 你要跟那个 远端主机 去干嘛 远端主机去 去工作 对 所以远端主机 比方说人家去询问 比方说远端主机 我可不可以去download某个东西 我可不可以 我会建立一个 TFTV的连线 那如果对方允许 那在时间内要回应 那所以我要知道说 有没有超时 然后 像这样的议题 就要考虑进去 好 然后 那这边就对应了 好像那个 按的这部分 这个 这个我们在第二部分 也会来跟他介绍 那 再去 好 那可以看到说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Alison大姐很好玩 你一定要去听他演讲 就是把他的名字搜寻一下 可以找到他演讲 他讲话都蛮清楚的 就是说 如果你跟我一样的障碍 就是 有些东西就听不太懂 你可以听Alison大姐 然后这纯正的 然后纯正的这个发音 好 而且这个 介绍还蛮清楚 那他跟你讲什么呢 就是 这页呢 其实就是要去管 管什么 就是像说 我们在一地方 好 比方说我们的Local IRQ 好 还有Non-Maskable 那我们把 Non-Maskable Interrupt 缩写叫什么 叫 NMI 好 那以伺服器来说的话 呢 MMI 好 就是 比方说在这个 同个系列来讲的话 我们之前有讲到 我们之前在讲这个 多核出 RCU RCU RCU的同步机制的时候 我们讲RCU的同步机制的时候呢 有讲到一个例子 就是MMI 就是说在CPU来讲的话呢 就是 我们 对于那个 interrupt controller来讲的话呢 会有 就是大部分都是Maskable 所以你可以去屏蔽 回去 拖延特定的 interrupt处理 但是有一些是 我们会设定成 Non-Maskable Interrupt 那这个东西呢 在那个伺服器 对不要怀疑伺服器 它的面板 然后你去看那些所谓 刀锋伺服器 就在这个后一样 然后在机构里面可以叠一大堆伺服器 那它上面有个按钮 叫做EnterButton 那这个东西要干嘛呢 就是说 这个东西 我们把设定成 Non-Maskable 所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断发生的时候 是不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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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制的 不能被拖延的 那这有什么用 比方说呢 你系统故障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透过这个 Non-Maskable Interrupt 的Handler 去干嘛 去把一些目前的状况 去通知 通知其他部分 所以这个按钮要干嘛呢 这个按钮就跟你讲说呢 这个 我可以去设定 设定这个 我处理的 就是我这个 Ni的那个 处理的模式 那 所以你可以去查一些手册 像这个 这上面也有 Ni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Dev Dev的伺服器 Ni 对 好 先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可以看到 我 我这个东西一旦 把这个 Ni的 Handler 把这些资讯 截取出来之后呢 你可以按下去 可以干嘛 可以做 Truple Shooting 所以可以看到 可以做一件事情 所以其他的用途是什么 就是相当于是把 目前那个 目前一个 相当于把目前的资讯 把它挡回出来 然后呢 你甚至像IBM系统更好玩 可以把这个 资讯 存在某个地方 好 那之后呢 你可以要求IBM的人 IBM工程师 去干嘛 去提供一些顾问服务 我都知道 IBM 这个公司在干嘛呢 IBM除了卖机器以外 就是卖顾问服务 好 这个你就参考一下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就是说 像这个 这种东西 那像这个东西就是 那Maskable Interrupt 所以 其实这东西呢 你要考虑东西还蛮多的 在这要考虑到 因为有些 有些IRQ line 还有 有共享的 然后它生产与联动 就是像 之前可以看到那个图 还记得吧 就是这边IRQ 然后就还有个 就是Master 跟State 这边可能创建很多个 那这个东西都会导致 我们在处理过程中 要去思考的 议题 然后当然是 在每一个处理器来讲的话呢 会做的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刚才用的 已经用这个 这个命令去去看这个 看什么 看这个Interrupt 每一个核 那接着你可以用这个 MPState 怕你不知道MPState 在做什么 看一下 好 那它是什么呢 它是看各自的什么 Persessor Persessor 对应的一个统计 那这个功能很强大 可以观察一大堆东西 所以这个很难 很好用 这个东西在那个 多核 多核的处理器 非常非常好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 你可以去看说 个别CPU 然后你可以指定说 像NUMA NUMA把很多SMP 把它串击起来 所以你可以想 这个一个Cluster 这边一个Cluster 比方说这有四个Cluster 那就可以指定说 我给你那个不同的Range 你可以观察那个CPU 那个Topology 甚至你可以把东西 输出成Jetson 对 很潮吧 这里有什么东西都要输出成Jetson 好 所以你可以输出一个Jetson 模式 格式 然后你可以交由上面的应用程式 去分析 给你一个提示 你可以去搜寻在这MPState 那也会专面做这个视觉化的工具 好 然后再来是 这后面很多啦 好 然后呢我们这边来看什么 看这个 MPState-A 怕你忘记-A在干嘛 -A呢 就是看所有嘛 就很多东西都长这样 然后呢这个东西会印出一大堆 所以你需要 你需要花点耐气去看 唉 CPU打次太高的困扰啊 对不对 核心多了跟什么鬼一样 对不对 好苦啊 你以为这样结束了没有 还刚开始 好 所以呢你看到 这边来讲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说 在个别CPU 好 那我这台电脑上 基本上还没做什么事 所以你看到 注意到看这999不要太紧张 这是IDOL 好 他们的IDOL 最近没什么事可以干 然后 那这边 因为有64核嘛 然后再 好 你看到 每秒 发生多少次 interrupt 好 这个东西很老板 所以上面呢 注意还有这个 所以我每秒呢有316个 诶 你想要说少吧 对不对 每秒才316个 interrupt 所以这个 注意到 这个数字很重要 这个数字呢 跟你 系统做什么事有关 所以你可以做一些压力测试 当中回头 看这个东西的变化 然后呢 你看哦 诶 这个东西好玩哦 你看 CPU编号0 1234566 都还是怎样 没什么 没什么interrupt 诶 在编号7的话 诶 这个interrupt很多 然后呢 再继续往下去看 诶 底下呢 诶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那底下好像没有什么发生 所以你发现什么是 interrupt处理 每一个核 其实它是不公平的 注意到这个东西 不公平的 那 所以为什么你需要看一个真实的程式 不能只是在那边举足来举足器 对不对 你不能只是看原始程式 不能不能 像我也很不喜欢看某些书 就是一边举足举足 其实你要看的是活生的这个东西 你要能够解读 就做一个实验 然后解读它在做什么 没关系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那在这个 interrupt里面呢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前面有讲过 IPI interprecessor 就是处理的东西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针对处理器 那这东西在SMP的系统 不是只有on 还是有 是不是在那边举一举on的例子 那 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 在这过程中呢 会 不然说timer 那在on的timer 来讲的话呢 不只只有on Intel也有类似的 它会有local timer 它会有个global的一个clock source 注意到 我们把两个词不要搞错了 一个叫timer 一个叫clock 我明白来说 我们把clock 当做一个什么 当做一个 硬体的讯号来源 然后呢 如果呢 你这个东西呢 是联动到那个处理器 联动到你的那个什么 联动到那个 联动到你的比较近的这个部分 就是很多时候 clock跟timer 很多时候会搞混 但是以那个cpu来讲的话呢 我们local的叫做timer 我可以 我可以由什么 cpu去设定的 去开启的 这个local timer 那global的话 我们称为 global 也有global timer 但是 但是我们为了去分 我们称为叫global clock 就是说 一个可能时音震荡器之类的 一个讯号源 然后呢 处理器跟处理器之间 注意到我避免用cpu这个词 因为cpu是一个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比较广义的词 我们讲的是每个core 每个core 根本 就是或者每个processor之间 可以干嘛 可以重新去排成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叫schedule IPI 然后呢 除了以外呢 还可以 还可以去 把另外一个盒把它换起 注意到 所以这个东西的操作还蛮 还蛮多的 然后呢 这个东西怎么观察呢 看这个比较就好 Cat interrupts 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了 最后一栏 最后一栏是什么 这个 IPI 找一下IPI ipi 哎 哎 哎 啊不对 我要找那个 我要找那个on 好没关系 我们再开另外一台机器 再开另外一台机器给你观察 我刚才给你看的64核这个 64核这个是什么 这是Intel处理器 然后我们再打数字 然后再开一个on处理器给你看 各位转卡 参考 好 这个处理器核数就少多了对吧 8核 好 那它是on的处理器 好 可以见得是on呢 这里 AARC 64 好 最大 AARC64就是on的64位 好 就是讲解的on64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干嘛 先圈一下 它是什么 是on的处理器对吧 嗯 CPU架构 好 就这个啊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on的那个onv8 好 然后再看什么 看interbox 好 那interbox呢 注意到哈 这边就有什么 IPI 所以看哦 各位看一次 我的处理器有什么 有8核 好 所以这边IPI 0123456 好 这边就是什么 这边就是 这就是那个数字 好 然后这边有CPU的01234567 好 好 那你看哦 这个东西呢 你看啊 这边来讲话就不同了 没有 rescheduling interrupt function call interrupt CPU stop interrupt 然后还有start 有什么crash dump 或是什么timer IRQ work CPU work out 所以 我们之后来探讨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就探讨这个 我们会有个专门在讲SMP的 就是希望在探讨这个部分 好 不过在我们讲SMP之前呢 一定要把这些基础的工作 让各位搞懂 好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讲解 不是为了来设计CPU 好 我们是希望呢 我们之所以讲SMP 就是来让大家理解 而且观察 操作 真正一个碰得到的机器 而且现在有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说 你看这个东西 就是 你看我 我现在 这个是案子处理器 这种 这是Intel处理器 对不对 超爽的对不对 你看 这个64 然后这边还有一堆机器 但是呢 你也不用太羡慕 羡慕我 我有那么多机器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可以做什么事 你可以打开模拟器 你可以用Cumule 去模拟案子架构 可以模拟更多的核 所以虽然你的实体可能只有8核 但是你可以透过Cumule的设定 在你可以接受的效能的衰退的情况下 你甚至模拟出64核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现在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你以前研究这些系统 像我以前做这些实验的时候 其实都没办法 很累啊 就是没办法真的再做这个实验 只是有这么幻想 现在不一样 现在有透过这些模拟器 而且它完全度很高 你就可以去做这些实验 然后呢 MI是什么呢 像刚刚讲那个伺服器那个例子来讲话 那就是什么 它就是可以去诡报你这个硬体的错误啦 像那个 那个什么 那些伺服器的 的机子上 可以用到的东西 所以那Maskable Interval 就一般来说这个 那Puff来讲也会需要这个 然后这边就列举一些 对应的那个 像这个MI的PIN 之类 好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Iraq的Maskable 就是扣掉MI以外的Interval 都是Maskable 好 说明来看一下Maskable Interval 到底是长什么样 来看一下这个 好 这个东西呢 注意到哈 就是呢 在这个 呃 在Linus Kernel的Source Code里面 有Local 就意味着什么 就是意味着目前这是Core CPU的Core 因为我们真正在运作的时候呢 有那么多 这都是Core 就是 或者你看到这个 这些东西都是Core 所以呢我们 我们注意到的这边来讲话呢 这边以UN为例的话呢 它有个Architecture 就是这个 这个不念念Arch 要念Arch 就Architecture相关的这个 Local IRQ Enable 所以大家注意到哈 这个这段程式码是以UN的架构来讲 所以我这边来讲话呢 我就是去改变嘛 改变 这个PersessorState 是讲什么 是目前这个Persessor 那我这边有个东西叫 CPI 就是CPSIE 然后呢 呃 它可以决定什么 Enable还是Disable 好 那我这边就是去 设定一个数值 设定一个数值 设定一个数值嘛 的 注意到哈 这是 这个是SensorWin 叫Arch 那如果是Arch64 就是故意是 64Win的架构 所以这个东西 重新去干嘛 重新去 通过一个 呃 特殊暂停器 然后去设定什么 设定interrupt 那再来那个 呃 Intel架构也有类似的 只是在 再重新包装一层 叫Native IRQ Enable 那这个东西就对应到 那个 CORIR STI这种东西 好 好 然后 比较麻烦的地方是 呃 在 多核的处理器来讲话 他有个东西叫SMI 就是System Management Interrupt 注意到这个东西 跟什么东西有关呢 跟那个ACPI 跟那个 就SMI 跟ACPI 这个东西很讨厌啊 这个 我还不想 我还不想讲 但是 偶尔你还是在课文里遇到 就是 你还是要面对的啊 只是 只是我们今天没办法跟他讲 也许这之前没办法跟他讲 因为这东西要想容易太多啦 好 不过你可以先互略这个东西啦 反正 你有点概念的知道这个东西是 呃 很麻烦的一题 好 好 那再讲就是说 呃 在某些架构比方案子架构呢 他除了一般Interrupt以外 还会设计特别东西叫 Face Interrupt 所以说起叫 Face Interrupt 好 那Face Interrupt很有趣 它的存在 呃 是为了要 它最早的存在就是为了降低 这个Interrupt的这个latency 还有重要任务的 自行时间 比方说我这边有个例子齁 就是 举个例子齁 ms 6 好 比方说这边有一个那个 这边有一个 stMicroEatronics的这个文件齁 那你看这个文件都 它标题就写齁 透过fiq 好 那可以去干嘛 去 强化Rewaltime的Performance 注意到这个东西齁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模式 那这个模式呢 这个细节我不讲 但是 直接给大家看这个结论 结论就是 对 你可以看到说 这里面很有趣 就是 我如果去测量 这个栏位是IRQ 然后这个是Fast IRQ 然后你会发现说 诶 这个 如果去测量那个 网路的 就是同样在网路负载的情形下 你看 IRQ的 最低延迟基本上 还都可以接收 1microsecond 这个很小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在最长延迟 你看这边 这三个栏位 都是100 我们就算175好了 你看 这个IRQ是175 可是FIQ 一个神奇的东西 竟然只要什么 只要7个 microsecond的延迟 而且呢 对效能 是没有冲击的 一样还是 94Mbps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很重要 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降低网路延迟 但是这个网路处理处理又又兼顾了 所以我们看前面不是讲说 一般来说 high throughput 跟low latency 它是什么 拉锯站 它是讲 我讲拉锯站是什么 在同样的 同样什么 同样的条件下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有办法改变条件 比较说我就把interval的机制改变 所以ARN呢 就有个很神奇的东西 叫FIQ 好 不过很不幸的 我没办法跟他解释这个东西 好 那注意到呢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一个 interval处理机制 所以简单就是说呢 ARN呢 在FIQ模式下 它允许呢 允许说 你 从头到尾只要关注在你在意的interval 其他interval我都不用管 所以它不会被抢在 不会什么的 所以它为什么 它延迟时间那么低 因为它根本就不会发生什么nasty 不会因为什么timer什么的 你被 被那个 拖延 不会 当然它有个严重的缺点 有了这个 这个有FIQ 我就不能不出别的 这个这个是比较麻烦的问题 那有趣的地方是 在Android里面 Android里面可能知道一个东西 就是有个东西 叫ADB 就简单说 你先拿一个USB的线插进去 然后 然后这个讯号 就是USB插进去 那你的那个什么 你的 你的那个 呃 你就可以用那个ADB的工具 快点不知道了 我说一下 就是呢 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教学啊 这个简单就是说 我来看一下 教学 就说像这样 就是你 Android手机在这里 对吧 然后呢 你可以插USB线 插进去之后呢 很酷的地方是什么 呃 那个你插进去之后呢 你的 你的电脑 只要有安装 安装对应的 Divide Driver的话呢 就会冒出一个视窗 冒出一个 冒出一个视窗 说你要不要那个 要不要那个 要不要那个 要不要连线 那你就可以 接着你就可以用个工具 加ADB 那你现在可以 login进去 所以这画面来讲 就是我之前有一支 Android的装置 或者一个模拟器 那我就可以用ADB 加连进去 好 然后呢好玩那样是什么呢 Google的工程师 又在里面炫技 就是他用FIQ 所以就是说 他因为确保说 我在十字刻刻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建立这样的连线 所以他也是写一个FIQ 甚至写一个FIQ Group Glue Code 在干嘛呢 就是说你可以去 嗯 这样debug 可以在什么 可以 它的优先权是最高的 所以我就可以 优先去处理什么 这些debug的讯号 所以你在ADB下指令就不会延迟 我可以 我可以 十字刻都可以 可以 抢占原本任务执行 好 这是在 嗯 比较特别 就是比较特别的部分 所以主要 嗯 在那个intel呢 架构呢 会有一些比较 也是一些比较特别的设定 那不过 这件事就起来 就是为了做一种最佳化 那除了这里外呢 还有一个东西叫 IRQ Domain 什么叫IRQ Domain 事实上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说现代硬体三 它也要讲的要管理 会变得更多硬体 那所以呢 事实上呢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intel request line 以外 其实它有一个对应东西 然后 这个东西呢 比较有趣的地方是 在很多 尤其SoC 就像手机这样子 这里面SoC 它就是System Archive 它做很多功能 然后我们会做一件事 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 对应 比方说 因为这个对应 比方说像这个 像USB啦 或是像你这个 萤幕啦 这些东西 它最后都会这样 它可能会断电 那启动的时候 一起启动 断电的时候一起断电 或者是休眠 主要会做不同的模式 所以 我们会一般来说 我们会设计一个Pow Domain 就是说 我在 我有个特定的供应顺序 然后我有特定的那个 我要去管理的范围 然后呢 这个IRQ有类似的东西 大概就是可以去 去规划说你的IRQ 它的 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 你要怎么去Mask 这些不同的周边 好像可以来讲 像这边来讲话是 N字谱 NSP的 有一款硬体叫 IMX6 那如果你 对电脑的发展历史 有点概念的话 你会知道说 这个其实最早不是 N字谱的产品 它是Freescale 因为 N字谱买下Freescale 所以 以前叫Freescale IMX6 那现在叫做 NSP IMX6 那你可以看到说 像刚刚讲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IRQ Domain 那这个就对应到 各式各样的周边 就去设定 那所以呢 我设定的时候呢 会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POW Domain 这边 POW Domain 好 好 然后呢 接着是我们要讲的 这个重头希腊 就是这个 Threaded IRQ 然后 这个东西好玩的 就是说 如果你去看这个 RT跟哪RT 我们先来讲 给大家看哪RT的状况 那RT的状况比较单纯 那RT的状况 你从这就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 RQ K 就是 就是 做一个那个 那如果当然 看复杂一点 系统呢 那就显示多一点 所以你看到这个 都很想玩的 这边显示63 这边显示 7 你发现什么是 哦 原来每一个核 都有一个什么 都有一个K Software Q D 的科目复材在执行 而且呢 它是绑定特定的CPU 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是哪RT的情况下 但是好玩 先卖个观察 RT的情况下 它会有不同的输出 好 那所以你就可以去判断 这个东西是什么 你的系统是在RT的情况下 还是 就是你看你的系统 有没有打开这个PrintRT 就可以观察这个东西的输出 好 然后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说 我们接着要去看那个 Request Threaded IRQ 跟那个 Request IRQ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第二部分 这个第二部分 就会探讨 好 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讲的东西 所以就注意到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这个 中段处理 它其实乍看很单纯 但是在Linus来讲 要考虑一点多 那 如果即便我们看最简单的状况 就是随便一个interrupt 其实在Linus坑脑里来讲 我们要分两个阶段 就是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那种 组合员撰写 快速去处理的 就像人家捕手 好 去处理 那捕手之后 我知道 之后在干嘛 再转交给 丢给对应的人 那 所以我们真正要写的那些 device driver 其实 是绕了一点路 所以从这个 Do IRQ 然后到什么 到你Handle IRQ event 然后去看 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Event的形态 对应的这个 device driver的形态 那除了这以外呢 我们还跟大家介绍什么呢 就是说 在这个中间过程中呢 我们要了解 就是说 因为Intel的处理 比较麻烦的一段时间 你要对硬体有一定的认知 所以我们之前 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说 这个Intel Handle 在做的事情 还有帮助说 这个像Nasty Nasty Interrupt 这个东西在运作 像这个Nasty Interrupt 运作 那我们要考虑到 一些可能的延迟 还有帮助说 我要怎么去Stacking 就是说帮助说 我怎么去 追踪每一层的那个状况 所以它会对应的KernoStack 那除了这以外呢 我们还有去区分说 这个Hot IRQ 跟Solver IRQ 一个快速回应的 一个是可以 排成往后拖的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 就是我们要知道 往后拖的东西的器材是什么 从这个Solver IRQ开始 然后再什么 我在这上去做一个Testing 一个比较友善的API 那你去做Programming 所以这个Solver IRQ 这个是最低阶的 那Test Date 就是说 你可以跟他说 我这上面可以排成 那除了排成以外 你可以干嘛 可以去Disable 或者Kill 特定的一个动作 然后 但是注意到 不管Solver IRQ 跟 还是Test Date 都是这样 都是 它是Not Sleepable 本质上是Not Sleepable 但是呢 我们可以 如果说你的任务本身 是比较需要长时间的 甚至需要 其他的协助 像网路这种东西 你需要其他的协助 所以可以考虑一个Vocue 因为它可以Sleep 可以重新Wake Up 所以意味着什么 排成 然后除了这以外呢 我还有特别跟大家探讨 就是说 从这个 RioTime的观点去看 看这个 看这个IRQ 最大本质上就是一个什么 Preemptive Context Switch 所以我们后面序 就跟大家讲说 这个Intel要处理 对不对 还记得这个部分 还有讲说 Time Hell Bunner Hell 然后再次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说 像这个 像以TimingTora来讲话 我们的 要考虑一个议题 所以一般来说 Tickless 那这个 然后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Threaded IRQ 对吧 然后把 IRQ的 IRQ的 context 转换成一个什么 一般的Cermal Frame 然后这个东西就去确保 高优选人的论物可以去抢占 低优选人的论物执行 但整件事就变成不一样 所以你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份 就是更细致的去探讨 最后这个 要探讨的东西 还蛮多的 就已经看到我们的同片在前期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要探讨这个部分 那中间会需要知道一些 背景知识 我们就慢慢补充给各位 而且这边我们就提供一些 对应的这个程式 那在这之前呢 那请你呢去复习一下 去做一点实验 所以在这个实验来讲的话呢 底下有一个 底下有一个类本 那请你把那个程式码 抓下来 然后跑跑看 就是做一些那个 对应的那个 对应的操作 好 那我们今天都到这里 谢谢大家